先生 能借你的雨伞一用吗 风雨这么大 我需要这把伞遮风挡雨 再大的风雨也总有停的时候 太阳就要出来 黄山 陈少杰 自从黑仔上次完成任务之后 组织就将他派到了即将解放的西昌 这次的任务是解救一名武器专家 接着在他跟二牛商量行动细节时 联络站的电话却突然响了 喂 到西昌了 刚到 等我回去了带你四处转一转 你要一个人闷的话 就到西昌那边去转转吧 黑仔听后立刻挂断电话 因为他在乔燕的话中 捕捉到了什么重要的信息 接着他就拿出西昌的地图 因为乔燕提到了去西昌游玩 而唯一的地方就是西凤山 乔燕之所以知道专家的下落 是因为他现在正潜伏在军统内部 而就在刚刚军统站长沈耀祖 正在审讯被抓来的专家 由于专家发现了一批日军遗留的生化武器 打算移交给西昌的地下党 无料却被军统给抓到了 为了让专家说出生化武器的下落 沈耀祖就让人给他注射置换药剂 就当专家要脱口而出时 置换药剂的副作用让他昏死了过去 沈耀祖见状知道没机会了 如果他再醒来肯定会咬舌自己 于是就让手下将他送回监狱 而此时的黑仔他们也敲定了行动计划 因为在西凤山的下面就是西昌监狱 接着他们来到必经之路 很快就看到了军统的押运车辆 于是他就立刻跟二牛分头行动 先是在指定的地方设置路障 等军统特务下来要清理的时候 二牛就在山坡上远程狙杀 很快他就吸引了所有火力 黑仔见状迅速来到车队旁边 配合着二牛将所有小特务击杀 接着他就碰到了女特工 经过几个回合的交手之后 然后一脚由门扬长而去 当他们还在为此洋洋得意时 却突然发现专家有些不对劲 原来是他的腹部被打中了一枪 最后教授还是没能说出助理的名字 黑仔知道此事事关重大 如果让细菌武器落在军统手中 那对我军将会造成巨大的威胁 所以他要找到专家的助手 虽然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 但至少位置以及街头信物已经有了 而黑仔他们绝对想不到 军统其实也得知了助手的地址 原来在教授婚死前的那一刻 还是说出了具体的位置 只不过是因为乔艳当时离得比较远 所以他才没有听到 而此时的沈耀祖找到刘子峰 让他立刻带人去春风路105号 将专家的助手给抓回来 然后再找个人假扮成助手 刘子峰听后立刻心领神会 但在走之前沈耀祖特意提醒他 说此事一定要做到绝对保密 因为他计划了一个大阴谋 就在乔艳他们聊天之时 押送专家的叶文也回来了 得知只有两人就劫走了专家 沈耀祖气地直接大发雷霆 但见叶文的手臂受伤了 最后他也并没有多说什么 因为他的计划已经开始了 接着他就将这件事说了出来 乔艳听后心里瞬间咯噔了一下 于是他就立刻去给黑仔打电话 但黑仔他们已经去了春风路 女人假扮成来街头的地下岛 等到对方过来要带他走时 他就故意关上窗户给同伙报信 而这瞬间引起了黑仔的警觉 于是他就拿出街头的半张照片 因为另外一半在街头人手中 女人见状迟钝了两秒 然后就说照片在箱子 接着就要打开拿出来给黑仔看 这位助手的反应 令陈少杰更加怀疑 方教授林中师曾说过 他的助手有另外半张照片 而眼前这个女人的表情 显然对这张照片并不熟悉 接着女人迅速掏出手枪 因为黑仔提前就做了防范 所以很轻松地躲开了子弹 女人见状立刻翻窗户逃跑 当黑仔他们想追上去时 女人的同伙已经包围了这里 于是他们迅速戴上面罩 然后继续去追杀街头的女人 因为他们的身份是高度保密的 所以一定要将女人给除掉 最终经过黑仔的不断追杀 女人死在了他的枪头之下 而他也因此被打中了一枪 虽然他们都是顶级的特工 但猛虎终究还是打不过群狼 再加上刘子峰丢过来的一颗炸弹 黑仔被炸的大脑瞬间一阵旋逸 然后倒在地上奄奄一息 由于刚刚的炸弹点燃了木头 所以二牛趁着浓厚的烟雾 背着黑仔的尸体逃离了现场 下一秒军统站的电话就响了 在一旁站着的乔燕紧张万分 当听到死了一个跑了一个后 乔燕的心情沉到了谷底 因为她是潜伏在军统的我党人员 在黑仔他们去街头之后 他就得知了是军统设计的陷阱 所以此时的他忧心忡忡 虽然想法非常的自私 但他希望死掉的那个不是黑仔 还好黑仔当时只是被冲击拨打昏了 所以身体上并没有什么大碍 二牛健壮立刻给他倒杯水 他们之所以冒险去街头 是因为对方知道细菌武器的具体位置 他们要在军统之前找到 要不然会对我方造成巨大的威胁 殊不知军统站长提前得到了消息 所以才将街头人给抓了起来 然后在街头地点射了埋伏 还好现在万幸的是 细菌武器的位置在一张地图上画着 如果不拿出照片的另一半 那个街头人是不会交出地图的 所以黑仔他们要尽快救出街头人 我们今天遇到的 肯定是共产党队友的好手 好几个地区 你还有脸说 行了 当刘子峰还在抱怨的时候 却发现站长却突然不说话 然后示意他门口有问题 刘子峰见状立刻走向门口 然后迅速打开了房门 只见乔燕正站在门口 还好乔燕表现得非常平淡 然后说他自己是来送文件的 虽然沈耀祖怀疑他有问题 但却并没有第一时间抓捕 等到第二天乔燕来到和平饭店 因为他迫切地想知道黑仔的情况 当看到黑仔还活生生地站在面前后 他提着的心裁放了下来 接着他们就商量营救的事情 因为乔燕昨天偷听到 那个街头的女助理被关在西昌监狱 所以他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窃取到西昌监狱的平面图 男人假扮成富二代来到赌场 然后故意走进里面的贵宾间 接着男人打开带来的箱子 当看到里面有百万的刀落后 在场的众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军统站长剑壮立刻挥手之走服务员 然后就邀请黑仔坐下一起闻 心想着这是从哪来的傻猴子 今天非得把他的钱给赢光了 殊不知黑仔就是冲着他来的 接着黑仔刚坐下去之后 就把手伸进了西装口袋里 一旁的两个黑衣人见状迅速上前 接着他们的赌局就开始了 由于黑仔刚刚的霸气出场 其他人都纷纷离开了赌桌 只剩下了他和军统站长 不知道是他们两个的运气都好 还是在扑克上面做了手脚 第一把两人就开始疯狂下主 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好像都对自己的点数有信心 这样小倒小闹太没有意思了 不如这样我们一把定输赢 怎么样 既然先生有如此雅兴 我当然愿意奉陪了 接着黑仔灭掉香烟 直接推出所有筹码梭哈 军统站长见状也不甘示弱 然后又吩咐手下去开评二四年的拉肥 说这把不管最后是谁赢了 都要有好久来助助心 他之所以如此的气定神仙 因为这个场子就是他开的 输赢也都在他的一念之间 接着等荷官发完最后一张牌 他二话不说就先开了底牌 手上正是四个尖的豹子 想要比过这个必须得是铜花顺 虽然黑仔表面上的就是铜花 但沈耀祖非常清楚 何冠给黑仔发的第一张底牌是黑桃巴 所以无论如何他都赢不了自己 而黑仔见状直接站起了身 然后随意地用手整理了一下西装 黑仔一听这是想黑吃黑啊 但他却一点都不慌张 因为沈耀祖是出了名的指尽不出 这一切也都在他的计划之内 所以他就表现得非常强硬 说自己要是非要带走吗 就在他们剑拔弩张之时 黑仔的老婆乔雁过来了 因为黑仔是刚刚来到西昌 所以沈耀祖并不认识他 当得知是乔雁的丈夫之后 他只好尴尬得哈哈大小 原来乔雁也是他们军统战的 于是就说这都是个误会 而黑仔则假装非常吃惊 沈战长 沈耀祖 哎呀 并贵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多有得罪啊 多有得罪 那这样吧 这个桌上的钱 就当是我跟您的见面礼吧 好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今天 我一定要请你们两人 好好地喝一杯 此时的沈耀祖以为 黑仔就是个大冤主 一百万说送就给送了 殊不知这只是 黑仔计划的第一步 目的就是先跟沈耀祖熟络起来 接着沈耀祖自罚一杯 给黑仔赔罪 就在他们探讨生意上的事情时 沈耀祖的手下提着钱来了 找他要保险柜的钥匙去存放 而这正是黑仔此行的目的 因为他们要去监狱救人 而保险柜里有监狱的平面图 接着黑仔又用暴力的声音 让沈耀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后拉他入火再次提升关系 很快他的宁历数就回来了 当他把钥匙还给沈耀祖之后 黑仔知道机会终于来了 夫妻俩假装在舞池里激情地跳舞 实则眼睛在不停地巡视四周 等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过来后 红火就故意与人发生冲突 队友时夫妻俩迅速走到站长身边 假装拿起毛巾为他擦拭 然后偷偷顺走保险柜的钥匙 接着移交给假扮成服务员的二女 等到沈耀祖去洗手间清洗之后 黑仔就立刻走到舞池中央 悄悄从二牛手中接过钥匙 可当他想上二楼时 却发现沈耀祖的门口有特务把手 站长难得有这么个机会 想请您跳支舞 好啊 诶 陈老弟呢 他喝多了 想出去透透气 一会儿就回来 还好乔艳机智过人 要不然可就功亏一篑了 但沈耀祖还是觉得不对劲 于是就给女副官使了个眼色 让他去舞厅其他地方寻找黑仔 可当叶文准备要去楼上查看时 就被黑仔的同伙王彦斌堵住了 他假装非常喜欢女副官 然后想跟他要的联系方式 紧接着就掏出提前准备的玫瑰花 叶文健壮微微一笑 趁着拿过花的时候握住他的手腕 然后警告王彦斌不要再跟着自己 可他们殊不知黑仔这次却遇到了麻烦 因为沈耀祖设置了很多守卫 所以不管黑仔走到哪里 都会在特务的监视范围之内 而黑仔也索性就不隐藏了 直接大摇大摆地走到二楼 然后假装是沈耀祖的好友 趁着跟小特务攀谈之时 就迅速扭断他的脖子 然后再拿走他的手枪防身 他本以为来到二楼就没事了 没想到二楼居然还有流动的岗上 真不知道沈耀祖有什么宝贝 需要这么多人日夜巡逻 很快他的脚步声就被发现了 就当黑仔要举枪射击时 过来的两个小特务又转身离开了 这让黑仔顿时松了一口气 冷汗也瞬间从手掌冒了出来 接着他顺利进入沈耀祖的办公室 而就在他寻找保险柜时 叶文已经来到了楼上 也发现了被引断脖子的手下 于是他就立刻将子弹上膛 当走到里面发现巡视的人员不在后 这让他不安的预感更加强烈 黑仔听后立刻躲在沙发后面 下一秒叶文就打开了房门 他先是看向保险柜的位置 幸亏黑仔还没来得及开 要不然就会被叶文发现破绽 因为之前他在网里面放钱时 在保险柜的把手上做了记号 接着他又看向沙发后面 因为那里是整个房间唯一的死角 他让手下用手枪瞄准那里 而他则慢慢走了过去 身为特工的黑仔察觉到有人在靠近 所以他的大脑飞速运转 但叶文并没有放弃搜查 而是继续向里面走去 此时的黑仔已经无路可逃 男人正处于被枪手锁定之时 他却不慌不忙地掏出一枚硬币 然后夹在食指与中指的指尖处 等到对方即将要发现他的那一刻 他就立刻丢出硬币塔在花架上 女人听后以为他在屏风后面 于是就带着手下进去寻找 而黑仔则看准时机 迅速翻出窗户掉在外面 叶文带手下仔细搜查一番之后 确定没人就离开了办公室 而此时的黑仔也马上就坚持不住了 接着他打开军筒站长的保险柜 用微型相机拍下监狱的平面图 可等他出来后想要离开时 站住 就在叶文一步步向黑仔靠近时 楼下却突然发生了变故 正在跟乔燕聊天的军统站长 突然起身说要回办公室休息 乔燕见状心里瞬间大惊 于是就立刻端着酒站了起来 假装说自己在军统站里工作 承蒙站长的一直照顾 接着二话不说就一饮而尽 沈耀祖见状也不好直接离开 毕竟还是要顾忌一下面子的 于是他也端起酒杯说了两句 然后喝完之后就要离开 乔燕还想跟着他一起去 没想到却被沈耀祖给拦住了 于是他就立刻给二牛试眼色 二牛健壮摸了一下王彦斌 你这是干什么你 你别动手啊 别动干嘛 我都理他 你都不大 总录部长眼睛碰我一身 我再做 他不应该动手啊 你这样的话 俱乐部还怎么做生意 帮你们精力上来 而就在他们对峙之时 叶文已经走到了黑仔的身后 黑仔之所以一直没回头反击 是怕被叶文看到自己的正面 也怕枪声引来楼下的特务 但现在已经迫在眉睫 他知道再不出手就没机会了 于是等到叶文进入射程之内后 他就立刻转身开枪 最终在两声清脆的重弹身后 他们两人都倒在了地上 而枪声也让舞厅瞬间骚乱 沈耀祖听后立刻带人关上大门 封锁住俱乐部的所有出口 可等他带人赶到楼上后 却发现地上只有一个叶文 黑仔却已不知地去向 因为乔燕一直在他身边待着 所以沈耀祖并没有怀疑他 而且王彦斌跟李二牛 在封锁之前就已经出去了 所以更不是他们救走了黑仔 那黑仔怎么凭空消失了呢 接着沈耀祖就勘察案发现场 而他之所以能当上军统战长 就是因为侦察能力非常厉害 所以很快就让他发现了一点 枪上 这证明什么 我们对方也中了一枪 传我的命令 把楼底下所有的人都给我仔细地检查 查出那个有枪伤的人 快 是 镇长 楼下的客人大多都是有身份的 就这样搜身的话可能会惹来麻烦 管不了那么多了 乔燕没有想 沈耀祖对现场的勘察如此在行 难道陈少杰真的受伤了 他现在在哪儿 接着在沈耀祖要下楼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口袋里的钥匙不见了 所以此时的他已经怀疑上了黑仔 因为从黑仔消失在他的视线 到现在差不多有一个多小时了 接着他们控制了所有客人 其中有个男人站起来表示不满 不料却被沈耀祖一枪毙命 其他人吓得惊恐至极 所以只能乖乖地配合搜查 而就在手下对客人进行排查时 沈耀祖却直勾勾地看向乔燕 因为黑仔是他的丈夫 于是就问他黑仔去哪里了 说该不会是中枪已经离开了吧 乔燕听后心里瞬间咯噔了一下 因为他知道沈耀祖的厉害 如果稍有不慎就会被他发现端倪 就当他想编个理由时 黑仔却突然悠哉地过来了 而且嘴里还唱着流行的夜上海 男人假装在酒吧喝得五泥三道 然后趁着亲吻女友的时候 偷偷将什么东西塞进他的领口 接着两名小特务就控制住了他 不由分说就要对他进行搜身 我他妈是男的 你们搜我干什么 我看你这样子好像是有点心虚 我非是怕我们搜出什么来 搜 住手 不就是搜身吗 有什么了不起 老子就让你搜 你要是搜不出什么 你得给我一个解释 黑仔当然不怕他们搜身了 毕竟已经将东西塞给了乔燕 所以最后他们什么也没搜到 沈耀祖见状只好尴尬的一笑 但黑仔并没有第一时间跟他算账 而是假装头晕坐在沙发上休息 因为行动还没有完全结束 接着他轻轻捏了一下女友的肩膀 乔燕则偷偷将东西塞进沙发凤里 下一秒黑仔就瞬间变了脸色 接着等黑仔他们走了之后 沈耀祖就坐在了沙发上 但却突然被什么东西搁了一下 于是他立刻伸手下去掏 正是他刚刚丢失的保险柜钥匙 接着他迅速回到房间将其打开 但里面的钱财一点都没丢 只是他感觉监狱的平面图可能被动 但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用 对方要看他是为了什么目的 原来黑仔他们要解救一名犯人 是由于国共都在寻找一批细菌武器 而犯人知道细菌武器的存放地址 沈耀祖听后立刻赶往医院 因为打伤叶文的就是黑仔 只要等他醒来就真相大白了 而此事回到住处的乔宴 对黑仔的情况非常好奇 因为当时叶文跟黑仔对枪时 他们两个分明都中了对方的子弹 但黑仔却怎么一点事都没有 原来是黑仔口袋里的酒壶救了他 这个叶文枪法确实不错 叶文他没有死 沈耀祖已经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了 叶文一旦醒过来 我们俩的身份就一定会报 咱们的部队最迟三天就会攻进城域 所以到那个时候 他即便是醒过来 也已经于事无破了 虽然黑仔说是这么说 但谁知道叶文下一秒会不会醒过来 所以乔宴十分的担心 而黑仔现在关心的是怎么营救 毕竟监狱关押的不只有专家的助力 还有被国民党抓的自己同志 所以第二天他就和二牛来到监狱外 虽然已经有了平面图 但最重要的是狱警和把守的士兵 不解决掉他们还是无法营救 于是黑仔就在地图上做了标注 然后回去找王燕兵他们商量行动细节 可他明明已经通知了乔宴 但却迟迟不见他来 这让黑仔心中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而他的猜测也果然没错 因为沈耀祖已经怀疑他们了 所以就故意放出消息 说在医院的叶文已经醒了 但只是暂时不能说话而已 所以乔宴就冒险来到医院 殊不知这是沈耀祖设计的圈套 所以等他刚出现在病房门口 就被两名守卫当场抓获 接着他们立刻给沈耀祖打电话 喂 是我 陆华阳 是不是乔宴出现了 不是 乔宴是没来 医院这边全乱套了 知道公军要进城 都在封管乔宴 这些事情你不要管 就把叶文看好就行了 是 乔宴 乔宴是怀疑 接着黑仔干掉支援的士兵 可就在要带着乔宴离开时 乔宴却说可以趁机干掉叶文 但不断涌入的守卫 让他们失去了机会 殊不知此时的叶文已经醒了 而且军统站的刘子峰 也在监狱寻找知道他们下落的人 只见他用黑布蒙住眼睛 只见男人用黑布蒙住眼睛 然后当着所有犯人的面 将冲锋枪的子弹上膛 而此时下面有个白衣犯人当场下年 殊不知这正是为他设计的阴谋 紧接着男人就扣动了扳机 表面上看他是蒙着眼睛 实则却是在精准地射杀 最后就只剩下了白衣男子和另外一人 当他以为是自己运气好 才躲过一劫时 男人真正的目的才刚刚开始 你没中大人 真有命好 白衣男子健壮下的魂都没了 刘子峰见他鬼哭狼好的 知道自己的计划起了作用 紧接着白衣男子就站起了身 嘴里不停地说有情况要汇报 刘子峰听后嘴角微微上扬 接着男人就开始自爆家门 说他是潜伏在西昌的地下党 在前几天延安派来了两名特工 目的是营救一名武器专家 刘子峰听后终于露出了笑容 因为他想要的就是黑仔的地址 而当男人以为他会放了自己时 不料却直接被一枪击毙 接着刘子峰迅速带人赶往和平饭店 而此时的黑仔他们真的在那里 因为他们已经窃取到了监狱地图 所以他们在商量营救细节 接着在他们商议最后的细节时 黑仔突然听到外面有急促的脚步声 而且还非常的嘈杂 郑明来的人数非常之多 于是他们下意识地掏出手枪 当黑仔想到门口查看时 房门却突然被打开了 紧接着就是一串密集的子弹射来 他们只能在房间四处躲藏 然后再找机会反击 但这个房间本就只有十几平方 能躲藏的地方也是寥寥无几 所以很快他们就被逼到了脚窝 见军统特务的攻势越来越猛 黑仔知道这样下去都得死 于是就提议让二牛先带着乔艳离开 可没想到他们三个都不同意 因为黑仔是营救计划的策划者 如果他在此时出了什么问题 那一切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所以只见王燕兵大喊一声 让黑仔和乔艳从窗户逃跑 他跟二牛留下来阻击 黑仔见状也不再废话 可他跟乔艳刚翻窗户离开 二牛他们的子弹就打光了 所以最终被刘子峰当场抓虎 而就在他们被带走的时候 黑仔和乔艳出现在了街角 黑仔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离开 是要知道二牛他们被带去了哪里 当发现他们被关进了西昌监狱 黑仔的心才稍稍安定了一些 因为等下他刚好要去监狱救人 接着他就找到王燕兵的手下 吩咐好等下的行动计划之后 他们就开车来到监狱门口 干什么呢 跟你们点队长通报一下 就说沈站长的好朋友 沈老板求见 你等一下 沈老板 您来了 又是原因又是原因 我们这里别的东西没有 但您要的东西 那是火源充足啊 原来黑仔之前假装乘坐死人生意 所以就跟军统站长沈耀祖达成了合作 让他来监狱拉被处决的犯人尸体 而黑仔绝对想不到 此时的二牛和王燕兵 正在遭受地狱般的折磨 男人拿起一把剪刀试了试 感觉不趁手又换成了一米长的老虎钱 只见他先用钳头夹住犯人的手指 等将他的十根手指全都夹断后 就让他坐在一架弓弩面前 然后用十根手指勾住弓弦 在弓弦的前端放给一根锋利的剑 而箭头指向的正对面 是男人生死与共的战役 此时的李二牛咬牙坚持 逗大的汗珠不断地从脑门冒出 可他的十根手指都已被夹断 现在靠着全身的力气在支撑 而且嘴里也一直憋着一口气 只要稍有松懈母舰就会出发 而此时的特务头子刘子峰 则在一旁悠哉地吃着牛排 现在只要二牛肯开口供出黑仔的位置 他就会立刻让手下拉住弓弦 就在二牛马上要坚持不住时 黑仔带人出现在了监狱里面 他假扮成一个收尸体的商人 然后给了狱长一大笔的钞票 想要买走被处决而死犯人的尸体 狱长见状喜笑颜开 没想到尸体居然还能卖钱 于是就开心地跟黑仔讲 说我们这里什么都缺 但就是不缺您要的这个商品 既然进到了监狱里 黑仔也不废话 所以趁着监狱长放松警惕后 直接拔枪开始射杀 因为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 再加上林英外合 很快就将外围的守卫禁术干脱 紧接着他们冲进监狱内部 黑仔知道更大的危机还在里面 因为刘子峰的头脑非常厉害 他肯定会想出应对之法 很快他们就冲到了牢房的中心地 放出了很多被抓的我军人员 而他们的队伍也逐渐庞大 黑仔这次本来是要解救一名助理 因为助理知道细菌武器的存放地 但没想到二牛和王彦斌突然被抓 所以这次他的担子就更重了 而就在他们要继续深入时 按一下 咬我上 做不开始了 西藏要解放了 西藏要解放了 不准备 解放 解放 好 好 穷鞋 穷鞋 你个臭娘们 老子就知道你是共党 刘子峰之所以从审讯室里出来 是因为刚刚二牛最后没坚持住 松开了手中绷着的弓鞋 弩箭也瞬间穿透了王彦斌的胸膛 黑仔见刘子峰这家伙要跑 于是立刻带人上去追杀 然后在中途遇到了李二牛 接着二牛说助理可能在前面的牢房 因为刚被抓的都会关在那里 由于现在的事态紧急 所以黑仔他们并没有想起王彦斌 接着他们就继续深入 而此时在前面逃跑的刘子峰 让手下将汽油洒满整个过道 很快黑仔他们就追了上来 别叫 是汽油 刘子峰 大黄 大黄 原地肯定 别 别 别 很快二牛就追上了刘子峰 此时的他恨不得将其千刀万剐 但刘子峰却非常淡然 因为他手里拿着一根火把 接着二牛大喊一声就冲了上去 刘子峰健壮嘴角微微上扬 然后迅速丢出手中燃烧的火把 还好就在此时黑仔及时出现 扑倒了被冲昏头脑的二牛 别过去 别过去 大家都别过去 那边群生火 他们已经念着了 出口已经被刘子峰放到火锋死了 那怎么办少姐 我们再这样下去 都会死在这的 我们在这里 如果把这里炸开的话 可以直接东向大南深去 还好黑仔记得乔彦所说的 然后就炸开了那个地方 等他们出来之后 解放军也已经解放了全场 但他们最终还是没能救出助力 黑仔知道刘子峰肯定会带走他 而很快他们就又收到了消息 说发现军统的残余在西山一带活动 于是黑仔立刻带人去围剿 此时的军统就是惊弓之鸟 听到黑仔他们的枪声之后 直接吓得迅速逃跑 黑仔他们也终于见到了女助手 可当看到对方的正脸之后 黑仔和乔彦都纷纷瞪大了双眼 陈少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此人的相貌与梁海棠几乎一模一样 难道他真的是梁海棠吗 男人正在追击残余的军统人员时 却突然看到了让他震惊的一幕 而且队友也表现得惊恐万分 陈少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此人的相貌与梁海棠几乎一模一样 难道他真的是梁海棠吗 绝不可能 自己曾亲眼看见梁海棠随着西南总署的覆灭 粉身碎 那这个女人是谁 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跟梁海棠又是什么关系 陈少杰的心中有太多的疑问 你是什么人 我是方教授的助手 黑仔他们听后更是惊得说不出话 接着就把这个神秘女人带回了绞匪总队 但他却表现得非常傲慢 不管乔彦问他什么问题 他都要反驳且会对几句 这让本就对他有反感的乔彦 心中更是生起了一种无名之火 原来曾经的梁海棠喜欢黑仔 黑仔对梁海棠也有点意思 只不过最终他们的立场不同 梁海棠死在了火海之中 但现在这个女人让他们捉摸不透 她的长相不能说与梁海棠一模一样 只能说是一毛一样 她之所以拒绝回答问题 其实都是因为乔彦的存在 别的事的话 你先回去睡了 等等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冒充方教授的助手 既然你说我是冒充的 那我们没必要在这浪费时间了 来拉出去把我枪毙了吧 你是在虎角蛮缠吧 是你肉馅了吧 一旁的黑仔见女人喋喋不休 于是就自己开口与他谈 没想到女人还真的闭上了嘴巴 而且还接受黑仔的盘问 接着黑仔掏出半张照片给他看 原来之前有个教授得到一批细菌武器 在死之前他告诉给了黑仔 说他的助手知道存放位置 而半张照片就是街头信物 既然女人说他就是教授的助手 那半张照片肯定就在他的手里 但女人却说自己有个条件 满足了之后就可以配合调查 也会拿出那半张照片 黑仔见状就让他说说看 女人说他要洗澡换衣服 然后还要吃牛排喝红酒 乔艳听后直接当场气炸 但没想到黑仔却答应了他 因为他们必须要拿到那批细菌武器 要不然落在国民党手中的话 将会对我方造成巨大的威胁 接着神秘女人就站起了身 在走之前还不忘聊黑仔一下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第二天 黑仔满足了他的一切要求 但此时的乔艳再也忍不了了 他总觉得黑仔像是找到了初恋 我告诉你 一会我审问你的时候 我不会漏过任何事情 你要真的是敌特的 我绝对不会放过 那我真是要谢谢你的提醒了 哦 是得说一句 作为一个女人 你穿的实在是太土了 这个女人简直太坏了 杀人诛心呢 接着乔艳现一步来到审讯室 此时的她还在想女人说的话 于是她就刻意地问黑仔 让她看看自己穿的土不土 得到黑仔肯定的回答之后 她的心情瞬间又美丽了起来 而且也重拾了之前的自行 下一秒神秘女人就被带了过来 此时的她换了一身衣服 而且还散发着迷人的香味 当黑仔正在欣赏时 乔艳却直接进入了正体 那就是让她拿出街头的半张照片 女人并没有在胡搅满缠 直接拿出来交给了黑仔 对上之后他们都震惊了 另外半张上的正是这个女人 而且照片思考也是准确无误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梁樱桃 梁海棠跟你什么关系 她是我姐姐 那你过去跟梁海棠有什么来往 我跟她呢 基本上没有来往 我很早就去国外了 一年之前才回来 回来之后呢 就一直跟着方教授 你别兜圈子 别以为拿出半张照片 我们就要相信你 爱信不信 接着梁樱桃就坐在了凳子上 而黑仔看着她陷入了深思 因为她在跟梁海棠做比例 梁海棠的作风是刚强坚硬 而这个梁樱桃却恰恰相反 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 这个女人都不可能是梁海棠 可殊不知这个梁樱桃是军统的特务 目的就是为了打入我军内部 女人正在接受审讯之时 她却缓缓解开蓝色的腰带 紧接着又搔手弄姿地脱掉上衣 你要干什么 把衣服穿上 但女人听后并没有因此停下 而是将衣服翻过来摊在桌子上 然后从衣角里抽出一块丝巾 当黑仔看到上面画的是地图后 她跟乔艳两个人都震惊了 因为这个正是细菌武器的存放地址 没想到吧 地图就在我身上 你们搬运的时候 千万要小心一点啊 尤其不能受剧烈的颠簸 要不然这些细菌武器泄漏了 那就很麻烦了 但黑仔并没有跟她废话 而是直接带人去地图所指的地方 因为梁英桃这个女人疑点很多 谁知道她提供的地图是不是真的 如果让细菌武器落在国民党手中 那将会对我军造成巨大的威胁 但他们跟随地图走到尽头 最后却发现居然没路了 而且按照地图上所标注的 这里应该有一个巨大的洞口 但他们却也并没有看到 这让黑仔愈发觉得梁英桃有问题 杰哥 我是打游击出身 这种地形特别容易射埋住 会不会是敌人故意用这张图 把我们引头这儿的 同志们 保持警戒 上去以后 分头搜索 接着他们就浩浩荡荡地进了山 然后进行地毯式的排查 没想到还真有人发现了一个洞口 而且里面还别有洞天 应该是国民党之前开掘的防空洞 接着他们打开一扇门 看到了一堆被帆布盖着的东西 于是黑仔就让手下掀开 虽然他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但外面的标志让黑仔明白 这肯定就是日军遗留的那批细菌武器 所以等回到剿匪总队之后 他就想解除对梁英桃的监禁 但没想到乔艳却拦着不让 然后拿出一堆报告交给黑仔 原来在黑仔回来之前 乔艳对梁英桃给的半张照片进行比对 最终经过技术人员的鉴定之后 虽然两张照片的思考没问题 但却有明显的色差 这就说明梁英桃在撒谎 他根本不是方教授的助手 目的就是想用这张伪造的照片 骗取信任打入我军内部 乔艳啊 这个梁英桃啊 他毕竟不是梁海棠 对吧 咱们如果要是 把对付梁海棠的那一套 又在对付梁英桃的身上 会不会显得有点主观啊 小姐 她是梁海棠的妹妹 公平这一点 她就很有可能是敌特呀 现在细菌武器已经找到了 如果梁英桃是敌特的话 她为什么要把 这个细菌武器的地址告诉我们呀 换取我们的信任呢 她完全可以把这批细菌武器 交给沈耀祖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批细菌武器对西南区的危害 会远远大于安插一个卧底 小姐 你为什么总替她说话呀 黑仔听后愣在了当场 因为他们两个人对梁英桃都有偏见 黑仔是因为她长得像梁海棠 所以心里总是不愿相信梁英桃有问题 而乔艳之所以深入调查 就是因为看出了黑仔这一点 她想抓到梁英桃的把柄 然后将其关进大牢里 这样黑仔就不会有歪心思 而黑仔也不是被彻底冲昏了头脑 当得知梁英桃给的照片有问题之后 她还是决定对她继续监视 但却要换一种方法 那就是借着找到细菌武器这件事 光明正大的解除对她的监禁 然后再暗中监视 如果她真的是潜伏的敌客 那她肯定会窃取情报传递给军统 乔艳听后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就去释放了梁英桃 可就在此时手下突然过来报告 说在城南发现了敌特的电台讯号 黑仔听后立刻带人前去抓捕 而此时解除监禁的梁英桃也行动 因为她真的是军统派来的间谍 男人假扮成乞丐在街上溜达 而眼睛则不断地观察周围的环境 可殊不知她已经被盯上了 黑仔他们不愧是顶级的特工 这么小的细节都被他们发现了 紧接着李二牛又有所发现 假扮成乞丐的这个男人 正是潜逃的军统客户刘子峰 但黑仔却没有第一时间进行抓捕 因为他想放长线钓大鱼 原来我军已经解放了全场 国民党的残余都躲进了山里 所以黑仔想将他们一网打尽 紧接着假扮乞丐的刘子峰 走进一家粮店 这里正是他们的秘密站点 他之所以冒险进入到西昌城 就是要跟潜伏在我军内部的卧底街头 接着他走到窗户边查看 而就在这个危机时刻 有个小男孩靠近了黑仔他们的汽车 而这也的确让刘子峰看到了 于是他立刻让手下收拾东西撤退 身为特工的黑仔知道 不管刘子峰有没有发现都要动手了 接着二牛他们迅速包围住凉店 刚好撞见了要逃跑的刘子峰 因为二牛跟他有深仇大恨 所以一马当先就冲了上去 但刘子峰本就是军统的王牌特工 所以等翻出窗户之后 趁着人群迅速消失在了大街 二牛见撞气的咬牙切齿 但他们这次也并不是一无所乎 还是活捉了一名军统的小特务 因为现在的大势已去 所以他并没有负于顽抗 沈娃祖在什么地方 我不清楚 我跟他一直都是用电台联系的 那刘子峰到这个米店来干什么 他来着主要是跟潜伏在 你们脚匪总队内部的特派联系 这个特派是谁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的代号是冻33 是不是个女的 我真不知道 那你还知道什么 你们之前有没有解救过 沈耀祖关押的人 怎么了 我听说他在里面安插了特务 他们几人听后都面面相觑 脑中也都瞬间联想到了梁樱桃 而乔燕刚刚之所以如此激动 因为他本就怀疑梁樱桃有问题 原来就在黑仔他们抓捕刘子峰时 梁樱桃偷偷跑出了剿匪总队 还好当时被乔燕发现了 于是他就一路尾随 可梁樱桃好像察觉到有人在跟踪 所以在一个拐角神秘消失了 最终乔燕只好无功而返 接着乔燕跟黑仔对接了一下细节 最后梁樱桃消失的地方 刚好就在那家梁店的附近 所以现在的黑仔他们坚信 梁樱桃就是军统派过来的间谍 于是他们就对梁樱桃的房间进行搜查 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神秘的黑皮箱 乔燕见状像是抓住了最后一丝希望 然后就迫不及待地打开 可下一秒他们却傻眼了 黑仔也急忙转头看向另一边 因为箱子里全是梁樱桃的贴身衣物 而就在此时二牛跑了进来 说梁樱桃突然从外面回来了 他还想回来 哎 你干嘛 趁我不在家随便松我的房间 你们这帮人也太下散烂了吧 梁樱桃 而就在乔燕走了之后 梁樱桃的表情瞬间大转变 不仅给黑仔冲了杯咖啡 还约他等到明天去吃牛排 而此时被打了一巴掌的乔燕 跟着二牛来到一家理发店 因为梁樱桃说他刚刚做了头发 最终在老板的口中得知 梁樱桃的确是来过 而且时间也能对得上 这让他们的怀疑陷入了僵局 可就在此时我军运送粮食的卡车 被土匪打劫了 而且土匪还故意放回来一个人报信 原来土匪是军统残余人员假扮的 目的就是想让我军灭了土匪 然后他们占山为王 殊不知他们的阴谋直接被黑仔识破 而且又反向地给他们挖了一个坑 男人故意带着部队来到山脚下 然后假装让手下用铁锹挖什么东西 而这刚好被山上的土匪看到了 殊不知这正是为他们设计的圈套 很快黑仔就发现了镜片的反光 他知道肯定是土匪上够了 于是立刻示意手下排出提前准备的箱子 在搬运的时候还假装非常沉重 就在土匪回去通报时 黑仔他们并没有离开 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土匪头子 很快土匪头子就得知了消息 当听到只有十几个解放军后 于是他就立刻带人下山去抢 紧接着经过一番激烈的枪战过后 黑仔假装不敌带人撤退 土匪头子以为是自己兵强马撞 于是想都没想就来到箱子旁边 可老二打开一看却傻眼了 因为里面居然都是大石头 紧接着他又打开另外几个 结果也全都是一样的 大哥见状就要开枪崩了他 打 谁要出白老子啊你 大哥 美佑 谁没出白你啊 就在此时我军的攻势越来越猛 老二趁机迅速躲进草丛里 然后带着心腹直接逃跑 留下大哥跟我军进行拼杀 很快黑仔就带人将其禁术揭秘 最终只剩下了一个土匪头子 但没想到他还挺生猛的 即使被黑仔他们擒住也不慌 反而还要拼死一搏 黑仔见状直接将其乱枪打死 此时躲在半山腰的老二看了后 嘴角却露出了邪魅的一笑 然后就带着小弟回山寨了 而此时在更高的山顶之上 还有另外一伙人目睹了火拼 而他们也是整件事情的导火索 因为他们是军统的残余力量 沈耀祖借二当家要回山寨 于是他也立刻带人跟了上去 起来吧起来吧 你倒挺聪明啊 还知道装死 我没死啊 而此时回到山寨的二当家 假装对大哥的遭遇非常痛恨 然后号召弟兄们为其报仇 于是就顺理成章地坐上了大哥的位置 而就在他为此高兴之时 军统人员追了过来 二话不说就杀了他们几个弟兄 当二当家想掏枪反击时 却看到了他们胸前带着的徽章 猜测他们可能是国民党的残余 而军统战长之所以找他 就是想要结盟一起对抗五军 二当家本来还有些犹豫 可当看到沈耀祖拿来的东西后 他的眼睛就像被安装了追踪器 我劝你还是踏踏实实地做你的二当家 不要到时候连这鸡老二的位置 也保不住哦 听什么呀 过军也是中规军 是不是啊 但老大于是被解放军给干死的 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跟过军一块合作 强后一致对外 这大哥冒出 对不对 对 大哥 就这样沈耀祖当上了山带王 而此时在剿匪总队的黑仔他们 正在审讯被抓的土匪头子 现在的他变得比安纯还老实 嘴里不停地说着自己没做过恶事 请求政府能给次机会立功赎罪 黑仔听后也说出了真正的原因 原来就在昨天我军的运粮车被打劫了 回来的人说是山上的土匪做的 而黑仔知道不是土匪头子所 肯定是有人从中搞鬼 其实打劫的人正是军统的残余 他们的目的就是想霸占鸡头山 然后再找机会重新攻占西昌城 上山去你们土匪窝 是不是有小路 我们希望你可以带路 我这啥是小路 就那么一条路 你不说也没关系 我们也不是说 现在就一定要上山剿匪 等到时候 有人把你苦心经营多年的土匪窝给占了 我们再出面收拾残局也不是不可以 起来吧起来吧 我没事啊 你当然没事 打你的那些子弹 都是没弹头的 那你们为啥不杀我呢 不杀你肯定是有原因的 黑仔他们设计抓住土匪头子 想让他交代出匪窝的具体位置 但没想到他还挺讲义气的 一直在跟黑仔他们扯皮 而黑仔的一句话却让他瞬间破防 你可能还不知道有人冒充你们土匪的名义 截了我们解放军的运粮车 这可不是小事啊 啊 鬼孙子 你现在不说没关系 有人会说 不过到那个时候 就是别人戴罪立功啊 你的那些小喉喉 肯定都以为你已经死了 没准现在正在下新的老大表中心呢 我要是你的话 就杀他们可措手不及 让他们知道背叛你的后果有多严重 此时的土匪头子终于醒悟 就算是拼得头破血流 也不能让别人坐享其成自己打下的山寨 于是就连夜带着黑仔他们进山 足足走到天亮才抵达山寨外围 怪不得黑仔他们一直找不到 其实这里距离西昌并不远 而是在两座山的夹缝中 因为没有一条正经的道路 而且位置还非常刁钻 所以黑仔他们才始终没有发现 而此时在山寨的里面 新上任的土匪头子正在驯华 而他正是军统战长沈耀祖 假扮土匪抢粮食就是他做的 因为我军已经解放了西昌 军统的残余力量只能躲进山里藏身 但为了壮大势力反扑回去 所以沈耀祖就设计陷害土匪头子 然后趁机接管了他的山寨以及人员 由于他带来了许多的钱财 所以二当家才说服了手下的土匪 而就当他们把酒言欢时 黑仔已经带人悄悄摸了上来 为了不惊动里面的沈耀祖 他们悄无声息地干掉守卫 但击打的声音还是被叶文听到了 于是他立刻示意其他人别说话 然后拿上枪就要出去看一看 走 夜晚 大家要听说 哎呦 老子刚刚死了 你们就活就起功 蔡老儿 没得蛋了 你老大我告诉你 我认你不是一天两天了 每天给你颠出哈月的 你是不是以为我愿意啊 今天给我跪下 叫声夜 我就饶你 而此时另一边追击的黑仔他们 将沈耀祖的残余打得节节败退 虽说沈耀祖的人手也不少 但大部分之前都是土匪 所以面对我军的猛烈攻击 他们只好边打边往山里跑 很快他们的人员就快速减少 最终只剩下了几个心腹 就在马上要将他们活捉时 沈耀祖带人跑到了一片荒芜之地 而他健壮立刻伸手停下 因为前面就是著名的雷区 只要敢踏足必定是九死一生 但最终他还是选择走了进去 因为横竖都是个死 进入雷区可能还有一线希望 在牺牲掉前面的几个手下之后 他们顺利地摆脱了追杀 追来的黑仔见状也立刻停下 但二牛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因为他跟刘子峰有深仇大恨 于是不顾黑仔的劝阻 执意要进入雷区去追杀 可下一秒黑仔却愣在了当场 然后迅速看向他的脚下 在前面的二牛本想喊黑仔一起追 可回头看到黑仔的表情后 他知道可能是发生了意外 而此时乔艳他们也过来了 接着二牛缓缓扒开上面的泥土 但看到炸弹的那一刻他傻了 因为这跟他想象的不一样 这种地雷是不可逆的 只要上面的重物松懈一点 那他就会立刻触发引爆 所以黑仔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男人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 这刚好被对面的队友看到了 接着二牛缓缓扒开旁边的泥土 但看到下面的情况之后他傻 这个居然不是普通的地雷 而是高精度的微处发雷 压着的重物只要稍有风险 内部的弹簧就会立刻弹起导致爆炸 此时一旁的乔艳焦急万分 于是不断询问谁会拆弹 但很快他就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从米国回来的梁鹰桃 他可是进修过的武器专家 紧接着就让士兵回去请他来 而黑仔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这种地雷基本上无法拆除 于是就让二牛放弃吧 这个地雷是不可逆的 弹片一旦伸展开就会引爆的 我一会儿只能用匕首压制地雷 这样就可以把脚弹挪开了 没用的 这个匕首的力度远远不够 赶紧走 我自己想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射起警察队 保住命 不行 别再说了 赶紧把大家带走 还好就在此时梁鹰桃过来了 但他却表现得非常悠闲 如果不是黑仔踩到了地雷 他是肯定不会过来帮忙的 当听到乔燕的不断质问后 他更是摆出一副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 因为他最烦的就是乔燕了 如果不是他在中间横竖阻拦 他肯定早就跟黑仔好上了 接着他也不跟乔燕废话 拿起工具箱就走进了雷区 而且他就像是长了透视眼 直至走到黑仔身边 都没踩到一颗地雷 看到黑仔满头大汗之后 接着再用小刀撬开盖板 最后在他微微一笑之后 就站起身表示已经成功了 你确定吗 我让你挪开你就挪开 走两步吧 乔燕 让大家往后撤 往后撤 撤 你也撤 此时的黑仔才是最紧张的 毕竟刚刚知道会爆炸 所以会提前做好准备 但现在的位置使得他心中恐慌 再加上梁鹰桃的身份本就可以 如果他有意要害自己的话 那就不是一条腿这么简单 但最后他还是缓缓抬起了脚 炸弹果然没有爆炸 所有人见状都瞬间松了一口气 这个梁鹰桃的确有两把刷子 鸡头山的土匪窝 虽然受到了重创 但是其有声力量 追随着沈耀祖 转移到了凤凰岭一带 也就是说 这活匪患依然具备一定的战斗力 所以将他们彻底歼灭 是我们剿匪总队 现阶段的工作重点 接着黑仔又说卧底的事情 因为在前几次的行动时 军统残余都会提前得知消息 所以黑仔准备先找出内奸 要不然后续的工作无法展开 一直针对他的赵处长 这次并没有跟黑仔唱反调 而是赞同了他的这个想法 黑仔之所以在大会上说出来 就是想引出那个潜伏的内奸 而此时突出重围的沈耀祖 突然看到头顶有飞机掠舞 他知道援兵终于来了 紧接着他就派人去迎接 带队的正是法师刘海柱 沈耀祖见状并没有跟他寒暄 而是直接让手下进行攻击 而十几名手下在二十秒内全被放倒 沈耀祖之所以要来特别行动的 就是要开始反扑了 而第一个目标就是黑仔 就在他们准备晚上动手时 梁樱桃突然约黑仔吃饭 名义上说是让他还差炸弹的人情 所以黑仔并没有拒绝 殊不知这是为他设计的圈套 而一直养尊处优的梁樱桃 这次却挑选了一个路边摊 而在路边登三轮的车夫 正是行动队长刘海柱 此时的梁樱桃也开始了他的表演 假装说自己已经吃饱了 让黑仔带他去电影院看电影 可没想到汽车却打不着火了 什么破车呀 真早兴 来来来 快下来 走 我们就做这个 快点 女人深夜假装带着男友吃包子 等看到路边出现一个登三轮的之后 他就说自己已经吃饱了 让男友现在带着他去看电影 可没想到汽车却在此时坏了 不管黑仔怎么尝试着去打火 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 但刚刚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呀 这让他一时摸不着头脑 而女人见状就说旁边有三轮 不等黑仔打开机带排查问题 就被女人强行拉着坐上了三轮车 可下一秒黑仔就发现了不同寻常 这个拉车人均匀的呼吸 适中的步调 几乎暴露了他的特工神 还有街边若隐若现的人影 这一切令陈少杰意识到 自己已经陷入了敌人的圈套之中 但是此刻 陈少杰的头脑异常清晰 他想到 自己之所以会一步步的走入圈套 身边的梁樱桃起了关键作用 难道梁樱桃真的是敌特 他想在曲培中到来之前 利用这次机会除掉自己 如果这都是真的 那梁樱桃这个对手 要远远比他姐姐梁海棠难对付 很快他们就走到了一处偏僻的街道 行人也在一瞬间全部消失 不等他们动手 黑仔先一脚踹飞车缚 紧接着就冲来了两名黑衣人 但他可是我军的顶级特工 其身手可以说是无人能敌 所以很快他就干掉了两名小特工 可下一秒又涌来了大批的黑衣人 而且还形成了包夹之势 这让黑仔顿感大事不妙 因为他们的呼吸都非常匀沉 而且动作步伐也都无懈可击 肯定是受过训练的职业特工 最重要的还是十几个 紧接着在带头的一声令下 所有黑衣人对黑仔进行围攻 一个回合打下来之后 黑仔勉强接下了他们的攻势 就在他想怎么逐个击破时 对面二楼出现了一名男子 拿出了提前准备的消音枪 正是曾经的军统战长 原来自从我军解放了全城之后 他就带着残余躲进了山林 下面的黑衣人都是从台湾来的特工 黑仔这个敌人 因为黑仔不管是头脑还是身手 都是剿匪总队最厉害 只要将他给除掉之后 那他们就多了几分把握 快点开 你别再担心 他能照顾好自己 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大黄 前面有电车 好像是少杰的 此时的黑仔已经奄奄一息 不仅被沈耀祖打了一枪 身上密密麻麻的全是刀统 可就在小特务要上去补刀时 挣脱束缚的梁樱桃 却开枪逼退了他们 他们之所以一直用刀跟黑仔拼杀 就是怕引来接上巡逻的士兵 于是他们就迅速离开了现场 紧接着听到枪声的乔宴 他们也赶了过来 此时的我是真的没看懂 难道梁樱桃这一系列的行为 都是他的无心之举吗 起初他并不知道有军统特务埋伏吗 这个巨大的疑问 看来只能等到后续才能解开了 接着他们将黑仔送去医院 还好沈耀祖的那一枪没打到要害 黑仔只是受了些不致命的外伤 所以很快他就出院了 而剿匪总队今天也举办了一个表彰大会 第一是为了嘉奖一些立功的同志 第二就是要迎接一名调来的副处长 就是黑仔开头提到了屈培中 他是唯一知道梁樱桃身份的人 所以这次就要真相大白了 接着趁处长在跟众人介绍时 确实队长 我有个请求 不知道 有什么话就说 客气什么呀 是这样的 我知道您跟武器专家方教授是至交 所以想请您辨认一下 照片上这个女人您认识吗 她是方教授的助手 我跟老方有二十多年的交情 我记得他身边确实有个助手 我来帮你看看 你带上老花镜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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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缺 老缺你刚来 你也是 表彰大会以后 再让屈培队长帮你辩认 好吧 男人正准备到吊杯中的凉茶室 却突然被赶来的上级给叫住了 而且还表现得非常严肃 只见黑仔眼睛盯着茶杯问他 这个是不是屈培队长用的那一 当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 黑仔的心里瞬间咯噔了一下 接着他缓缓接过茶杯 就好像是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一样 原来就在刚刚的表彰大会上 有人不小心碰掉了一个水杯 表面看来只是无心之举而已 所以周围的人并没有放在心上 接着在大会开始之前 财匪总队新上任的副队长过来报道 而碰掉的茶杯就是为他准备的那一个 接着赵队长跟他寒暄一番之后 就要带着他坐到上面的领奖台去 而此时的乔艳却说有事情要问他 修副队长 我有个请求 不知道 有什么话就说 客气什么呀 是这样的 我知道您跟武器专家方教授是至交 所以想请您辨认一下 照片上这个女人您认识吗 她是方教授的助手 乔艳听后欲言又止 一旁的黑仔也感觉到很奇怪 因为他们一直在调查梁英桃的底性 而这个曲副队长是唯一知道他身份的人 但赵队长为什么拦着不让呢 还非要等到表彰大会结束之后再说 许多的疑问涌上黑仔的心头 紧接着表彰大会就要开始了 所以他们就将其抛在了脑后 毕竟赵队长是他们的上级 他这么做可能有他的道理吧 而这次要表彰的就是黑仔二牛和乔艳 毕竟他们一直潜伏在敌人内部 现在终于迎来了解放 所以表彰会是必须要办的 等结束之后黑仔他们回到后台 赵队长则在上面发言 说虽然现在已经解放了 但国民党的残余还在负于顽抗 所以此时更要提高警惕 防止敌特混入我们的队伍当中 下面有请副队长曲培东同志 为大家讲话 同志们 接着他们将曲副队长送去医院 经过医生紧急的救治后 最后总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黑仔他们最关心的是起因 因为在表面上看来 曲副队长可能是心脏病发作 毕竟他本就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但医生却说并不是 因为经过血液的化验之后 发现曲副队长的体内有大量的阳帝皇 虽然阳帝皇是药品 但服用过多会导致中毒休克 而曲副队长体内的量太多了 如果不是送医院抢救及时 现在肯定就已经牺牲了 黑仔他们听后很是疑惑 这好端端的怎么会中毒呢 而此时在一旁的赵队长 却表现得云淡风轻 就好像他知道要出事一样 而黑仔则在不停地思考 从曲副队长来到剿匪左队 乔燕想让他辨认梁英桃的身份 但却被赵队长给拦住了 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黑仔的心头 但很快他又想到了另一件事 就是在表彰大会开始前的一幕 小海他们不小心将杯子打翻了 而且正是曲副队长用的那种 想到这里黑仔像是抓住了什么线索 找到那个抓杯 少杰 你去哪儿 去找他用我的那个杯子 小海 曲副队长刚才什么情况 怪吓人的 你们这心脏病犯了吧 男人正打算将杯中的凉茶倒掉时 却突然被医生大喊给叫住 接着只见上级迅速走了过来 然后立刻伸手要走那杯凉茶 接着黑仔盯着茶杯问手下 说这杯茶是不是曲副队长喝的那杯 等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 黑仔就将茶杯交给一旁的二女 让他马上带去化验科进行鉴定 杰子 什么情况 原来就在今天的表彰大会上 新上任的曲副队长突然中毒了 所以黑仔就怀疑可能是茶水有问题 而最终的结果也果然如此 曲副队长的茶杯里有大量的杨帝皇 这让黑仔瞬间联想到了开始的一幕 因为有几个手下不小心打翻了茶杯 然后又匆匆换了一杯新的 而且正是曲副队长的那杯茶 于是他就对负责茶水的人员进行调查 很快就将嫌疑员锁定在了三人之内 接着就对他们进行逐个审问 我想起来了最后程序好像不小心打翻一个茶杯 茶杯打翻之后我连忙跑到后台 因为当时收账已经快要入场了 所以我特别的着急 我记得当时小海将一个新茶杯递给我 里面已经弃好了茶 当时我和程序去后台拿茶杯 我还吓唬他说你要开一次会就打翻一次茶杯 开一次会就打翻一次茶杯 这要过不了几次 你的军装啃就脱了 后来我就给他拿了一个新的空茶杯 然后他就一路小跑 等等 我记得当时小海将一个新茶杯递给我 里面已经弃好了茶 黑仔听后找到了出入点 程序说接到的茶杯是有水的 但小海却说递过去的是一个空茶杯 这让黑仔瞬间意识到 他们两个其中有一个在撒谎 而这个故意撒谎的人 肯定就是潜伏在剿匪总队的卧底 接着他们调出小海和程序的档案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 小海的嫌疑都是最大的 因为程序的家人都被国民党杀了 所以他应该不会投敌叛灭 但黑仔却没有一口咬定 毕竟档案这个东西不真实 都是他们个人自己上报的情报 对了 少姐 你还记得吗 你上次跟我说过 你和大黄去米店抓刘子峰的时候 潘小海犯了一个错误 你说会不会是潘小海 故意跟刘子峰发信号呢 黑仔回想了一下果然可疑 而就在此时小海刚好过来找他 说他自己昨天记错了 当时递过去的茶杯里面是有水 而之所以会记错 是因为那杯茶不是自己亲手漆的 而是后勤的小张漆好端给我的 紧接着黑仔他们来到后勤部 但却发现小张今天没来上班 而且还没有跟负责人请假 这让黑仔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所以等问到他家的地址之后 就带着二牛他们立刻赶往 可敲了半天门却无人回忆 而就在他们刚刚撞门的时候 在斜对面的二楼之上 有个男人目睹了全过程 他肯定就是潜伏的那个卧底 接着他们在小张家里搜到了杨帝皇 以及一张跟军统联络的密点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证明小张就是内奸 所以赵队长就草草结案了 说小张不堪压力自杀身亡 但黑仔可不这么觉得 毕竟他可是潜伏十余年的特工 这大概率是内奸的声东击西之计 目的就是想要嫁祸给小张 反正现在是死无对证 于是黑仔就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你莫觉得我们这些证据得来太容易 太轻易了 好像是有人在故意安排让我们发现一样 所以我觉得 你觉得你觉得 如果我们的队伍里人人都讲觉得 我操 我觉得少杰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行了你不要提他说话 我要的是证据 没有证据 你瞎坏 就是无中生有 而且 你们太多 虽然黑仔对赵队长很不爽 但他还是要彻查这件事 绝不能让潜伏的内奸逍法外 此时他也终于想起了潘小海 毕竟小张的事情是他告诉自己的 他故意将矛头引向小张 会不会是为了给自己开脱呢 于是他就立刻找到潘小海 假装跟他说上吊的小张没有死 等他醒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潘小海听后眼神瞬间变得闪躲起来 接着等他走了之后 黑仔就在房间里静静等待 如果潘小海真是内奸的话 他肯定会去医院杀人灭口的 可足足等了一上午 医院那边都没有发现他去 正当黑仔摸不着头脑时 梁樱桃却给黑仔指了一条明路 黑仔听后瞬间豁然开朗 男人假装在办公室查看绝密计划 而就在此时队友故意过来找他 说有人报案需要立刻出警 而一旁的手下见状 就说自己在这里等他回来 殊不知这正式为他设计的圈套 接着等黑仔他们离开之后 程序就迅速打开绝密计划查看 打算将行动计划全都记下来 而此时的黑仔他们并没有出去 也没有直接上去抓现行 因为这只是计划的第一步 你知道会看吗 而此时在办公室的程序 已经将所有内容都记了下来 而黑仔也感觉差不多就回来了 接着等程序走了之后 黑仔就查看绝密档案带 里面的纸张果然被翻动了 此时的他终于可以确定 程序就是潜伏在内部的卧底 而此时的程序换了一身衣服 假装跟别人说是要出去见战友 实则是为了给军统的残余报信 因为情报里面说黑仔明天就要上山去灭了他们 而这一切都被黑仔他们看在了眼里 接着他们就一路尾随 没想到程序的警惕性非常高 在街上辗转反侧不停地转悠 直至傍晚才来到发报的地理 怪不得他一直没被发现 这反跟踪的能力太强了 接着他就进入了一座民宅 然后拿出提前准备的电台 而就在他调试完毕正准备发报时 二牛突然出现在了他身后 把手举起来 最终程序被黑仔当场抓获 等被带回剿匪总队之后 他并没有负于顽抗 而是交代了所有做过的事情 原来前几天副队长被人吓了 差一点就没了信任 但黑仔一直都找不到凶手 反而差点冤枉了自己的同志 他之所以会怀疑程序 还多亏了梁樱桃的提醒 所以黑仔又对小张的尸体做了检查 最后果然又发现了疑点 那就是在他的脖梗处有个小红点 经过医生的辨别之后 确定这是被针头插进去导致的 但在这个刚解放的时期 针管可是极其稀有的东西 一般只有医院里才会有 于是黑仔就去问负责的医生 虽然最近没有丢失针管的事情 但却有一件非常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程序总是来看病 虽然他只是简单的感冒 但却接连来了三四天 所以黑仔才怀疑到了他 于是就为他设计了一个圈套 原来程序就是代号围动33的内奸 沈耀祖跟你是单亲联系对吧 对 咱们联系 那周四晚上七点到八点 我们会有固定的频率 有积极情况 我们也会启用备用频率 昊旭 现在摆在您面前有两条路 跟我们合作 将功补过争取宽大处理 我愿意配合 我愿意将功补过 好 当我把电台拿来 接着程序按照黑仔给的内容 给山里的军统战长发报 但却迟迟没有得到回应 这让黑仔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 一定是沈耀祖知道程序暴露了 和赵队长知道 而乔艳他们两个 一直在自己身边 难道是上级赵队长有问题吗 这让黑仔不敢再想下去了 而就在此时 屈副队长出院了 乔艳立刻拿出照片让他确认 没想到梁英桃 真是方教授的助手 这下终于排除了他的嫌疑 那现在就只有一种可能了 赵队长肯定有问题 一家四口正坐在路边休息 突然发现来了一辆解放军的汽车 于是他们立刻伸手拦了下来 殊不知车上的人 是国民党假扮的 特务头子听后并没有拒绝 而是很热情地邀请他们上车 因为他想到了一个恶毒的计划 接着一家四口就坐上了汽车 老百姓都知道解放军是人民的部队 处处多为咱老百姓着想 于是老头就拿出带来的窝头 想分给在座的解放军战士 可没想到他们一个个都板着脸 对老头的好意丝毫不领情 紧接着只见他们拿出罐头 以及几瓶高度白酒 这让老头他们直接看傻眼了 在执行任务时还能喝酒的吗 正当他们为此疑惑之时 怀里的小孙子唱起了自编歌曲 接着小特务站起身就要教训他们 一个东西也刚好从他口袋掉了出来 老头见状捡起来查看 等看清楚之后他当场傻眼 紧接着几个小特务就控制住了他们 而此时的卡车也开到了一处凉库门口 他们假装是过来送粮食的 然后趁机干掉门口的手 接着他们迅速将车开进去 然后留两个自己人进行把守 很快他们就将粮库的看守全部干掉 只留下了一名负责的人 因为刘子峰派有人过来检查 原来此时我军已经解放了全国 但仍有国民党的残余反抗 而刘子峰这次的任务就是 要在西昌城里制造混乱 然后趁机夺回对西昌的掌控权 而这个粮仓就是他们的藏身之处 因为不会有人想到他们会在这里 接着他们将粮库恢复正常 平时该怎么巡逻就怎么巡逻 很快粮库的负责人也屈服了 而半路上车的那一家四口 是刘子峰制造暴乱的药引子 报告副司令 一切都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执行任务 不要那么猴急猴急的 在真正的任务开始之前 我要给我们的老对手陈少金 一份后名 而此时在剿匪总队睡觉的黑仔 被一阵急促的喘息声吵醒 正是起床锻炼身体的李二牛 于是他就气愤的大喊了一声 紧接着乔宴就过来给他们送饭 可还没等开始吃呢 队里的小海突然过来找他们 说有人报案家里有四口人失踪了 赵队长要召开紧急会议商讨 接着黑仔迅速回到办公室 本想拿上笔记本去会议室开会 可看到桌上的照片后傻眼了 居然是对面梁樱桃的写真照 原来自从梁樱桃洗清嫌疑之后 就被任命为剿匪总队的武器技术专家 而且还跟黑仔同一个办公室 但黑仔却对此丝毫没有兴趣 准备好之后就去会议室开会 赵队长说了一下大概的经过 昨天有一家四口进城探亲 但却突然消失不见了 而就在他们商讨怎么寻找时 刘子峰送给黑仔的大理也道 只见小海拿着一个包裹来到黑仔办公室 当发现黑仔不在后 他就问梁樱桃黑仔去哪了 开会去了 可能拿着什么呀 这是点名让杰哥亲自签出的邮包 给我吧 不大合适吧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和陈少杰的关系你还不知道 女人偶然收到一个神秘的包裹 但她却并没有第一时间打开 因为收件人并不是她本人 但很快她就安安安不住了 毕竟没人能抵挡住拆快递的乐趣 可殊不知接下来要发生的 将会让她此生都不想再拆快递 接着她把外包装撕开之后 发现里面居然是一个文件盒 这让女人更加来的兴趣 紧接着她打开文件盒的锁口 接着黑仔迅速冲了进去 还好当时梁樱桃躲进了衣柜里 而因为炸弹的体积不大 房间里只有易燃的物品被点燃了 所以造成的损失并不是很大 等梁樱桃冷静下来之后 就说出了刚刚发生的事情 黑仔听后立刻让二牛查一下包裹的来源 但最终却是一无所获 因为包裹上面没有任何信息 而且送包裹的是路边乞讨的乞丐 是有人给钱让她送过来的 还好刚刚梁樱桃没忍住拆开了 因为当时包裹离她特别紧 要不然现在她肯定就已经死了 可还没等黑仔他们缓过来时 门口的士兵又送来了一个包裹 这让众人的神经瞬间紧张 接着黑仔他们来到空里 然后缓缓撕开外面的包装 包裹的东西又是一个文件盒 只见他跟二牛的脑门都冒出了冷汗 接着他们谨慎地掀开盖板 里面不是炸弹也不是危险品 而是一张写着字的纸条 说游戏才刚刚开始 好戏还在后头呢 这明显是写给黑仔的警告信 其他人见状也都松了一口气 陈少杰这小子真他妈命大 这么大一份力竟然他给躲掉了 附司令 咱们这么做会不会有点打草惊蛇呀 假如说交费总队那边有了防范 那咱们接下来的行动 恐怕会比较难进行 怕什么 老子就是想跟他们玩一玩 司令这次派咱们下山 主要目的是让我们在这里制造恐慌 所以说我们要想办法 在这搞几次大的 惊天动地的事 原来包裹是军统人员送来的 本想趁机将黑仔给炸死 没想到阴差阳错到了梁樱桃手中 因为此时我军已经解放了全国 国民党的残余都躲进了山里 但他们还是不死心 一直在想方设法的反击 接着刘子峰走到地图旁 他们这次带来了大量的炸药 要想制造出最大的伤亡 就要想办法将炸药放在人流量最多的地方 很快法师就用笔画出三个地方 最终经过商讨之后 他们决定安置在解放路的位置 虽然另外两个地方的人更多 但离缴匪总队的距离太紧 整不好会弄巧成拙 可是副司令有一个问题 这个地方人流量大 我们怎么安装炸弹呢 我们给他们来个神肉炸弹 少爵 你认为人口走失的案子 和炸弹包裹是一活的总 对 几天时间里面两个案子相后发生 实际上的巧合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们内在的联系 有道理 所以我建议尽快在城里进行拍照 防止更加恶劣的事情发生 而就在黑仔跟乔燕商讨之时 一旁的梁樱桃又开始作妖了 因为他特别喜欢黑仔 但黑仔却对他并不感冒 所以看他跟乔燕聊得挺起劲 于是就故意说话打断他们 然后撒娇让黑仔帮他递水杯 而此时的刘子峰也行动了 他们带着人质来到解放路 然后走进一家人多的茶馆 虽然人质的穿着打扮很奇怪 但却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怀疑 而他之所以不大喊救命 是因为嘴里塞着纱布 既然没有出现意外情况 刘子峰就示意法师行动 只见他偷偷掏出口袋里的手镯 接着将人质和桌子靠在一起后 他们两个就迅速起身离开了 但在出门之前 刘子峰还想玩点更刺激的 男人假装带朋友到茶馆里喝茶 然后趁着服务员去沏茶的时候 法师就偷偷掏出一副饮手镯 将带来的黑衣人靠在桌子上 接着他们就迅速离开茶馆 而被靠着的黑衣人想说话 但张嘴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就像是嘴巴里被塞了什么东西一样 而此时走到楼下的刘子峰 突然又心声一记 接着跟法师说了些什么之后 他就拨打了一个神秘电话 接着服务员帮他解开上衣 当看到里面的东西后震惊了 老头的身上居然绑着炸弹 茶馆里的人见状瞬间骚乱 而就在此时黑仔他们也打了过来 等疏散所有人员之后 他们谨慎地走到二楼 当看到炸弹之后他们也懵了 在现在这个已经解放的西昌 敢公然制造暴乱的人 大概率就是国民党的残余力量 梁樱桃见状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因为炸弹是高爆炸弹 一旦爆炸整个茶楼会在寝壳间化为废墟 最重要的是很难拆解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处罚 接着梁樱桃仔细研究了一下 然后梳理了一下线路 最终锁定了一根红色的线 紧接着只见他手起刀落 计时器停止了跳动 表面上看拆弹很轻松顺利 实则却是因为梁樱桃是武器专家 如果换作别人的话 那这个炸弹肯定会爆炸的 而一直神经紧绷的大爷 见炸弹拆除当场就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之后黑载他们才得知 原来大爷就是前几天失踪的那个 现在他老伴儿戏和孙子 还都在那些绑水手中吗 我这儿啊有几张照片 您仔细看一看 看看那帮结识你的人里面 有没有这几个人 是他 就是他 就是他 是他 就是他 您确认吗 紧张约头这儿 就是把他烧成灰 我也能认得出他 就是他呀 既然确定了就是刘子峰 黑载他们回去就开始分析 刘子峰这次偷偷潜伏进西昌 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制造混乱 而刚刚在大爷的口中得知 虽然当时他一直被蒙着眼睛 但从劫匪说话的声音上辨别 他们身处的地方肯定很大 因为说话有很强烈的回声 通过这些黑载做出推断 刘子峰所在的地方大概在郊区 黑载怀疑他们可能也要对重要设施下手 比如发电站水厂 以及粮仓之类的地方 于是就专门派手下去走访 而他则去寻找刘子峰的下落 他们当初之所以自信地给黑载打电话 就是断定黑载拆不了炸弹 然后顺便还能将他给炸死 可没想到梁英桃这个高手居然在 而就在此时梁库门口来了两个人 正是黑载派过来检查的 因为门口的守卫是军统人员假扮的 所以他们就说要进去通报一声 法师听后就决定将他们干掉 但却被刘子峰给拦住了 毕竟这是个绝妙的藏身之处 还好当时他们没有杀掉负责人 于是就让他出去迎接 然后带着小海他们巡视了一圈 确定没问题后就离开了 而刘子峰也计划好了下次的暴乱 毕竟他手里还有三个人质 男人刚坐到公交车上 前排的大妈就不停地回头看了 因为他总觉得在哪见过这个男人 可能是电视或者报纸之类的地方 而此时坐在后面的刘子峰 见时机成熟就悄悄示意手下 紧接着手下迅速掏出一个饮手桌 将昏迷的黑衣人靠在座椅上 而此时正要下车的大妈 又再次回头确定了一下她的样貌 接着她在站点下车之后 立刻去看柱子上的通缉令 果然就是车上的那个刘子峰 于是她迅速来到报刊亭 然后给剿匪总队打去电话 是剿匪总队吗 我要报案 发现刘子峰 在22路车上 身边还有个一桌奇怪的人 可能是人质 我是大伙 那个行动 另外把22路车的行车线路都带上 好 让一头 把拆担工具带好 等等我呀 而当黑仔他们即将要赶到地方的时候 22路公交车已经到站了 刘子峰他们也如约下了车 而他们当初带来的黑衣人 则被靠在了最后一排的座椅上 原来他们是军统潜伏的特务 最近一直在城里搞恐怖暴乱 所以黑衣人身上被绑满了高爆炸弹 下一秒手下就看到了赶来的黑仔 刘子峰见状立刻回头 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立刻走开 黑仔他们先是到车上查看情况 当发现是和上次一样的炸弹后 他就叫来梁樱桃进行拆弹 而他则下来组织人手 因为在公交车司机口中得知 车子才刚刚停下不到一分钟 而且中途也没有人强行下车 就让手下结伴分头搜索 而很快他就发现了刘子峰的身影 刘子峰 站住 分钟追 站住 刘子峰 追着 快点 最终还是让刘子峰给跑掉了 但万幸的是抓到了一个小特务 接着他们回到公交站附近 而此时的梁樱桃也已经拆弹完毕了 当他以为黑仔会夸奖自己时 但却发现黑仔表现得非常紧张着急 原因是由于乔燕受伤了 接着他们就要开车去医院 但梁樱桃却拦住了黑仔 然后不断炫耀自己的能力 可黑仔哪有功夫搭理他呀 最终黑仔也没有惯着他 直接让二牛立刻开车去医院 梁樱桃在原地气地直跺脚 表面上看他是个刁蛮的小女人 实则他是本剧隐藏最深的那一个 乔燕只是胳膊被打中了一枪 所以并没有生命危险 接着等麻药劲过了之后他就醒了 而守在床边的并不是黑仔 而是一直暗恋他的李二牛 但乔燕却不让他们俩在这陪着 让他们赶紧回去审讯被捕的特务 因为如果能问出刘子峰的落脚点 那他受点伤也是值得的 黑仔听后也没有多说 毕竟乔燕也没什么大碍 接着他跟二牛回到剿匪组队 因为二牛跟刘子峰有深仇大恨 所以一直都是他在审问 而且还非常的激进 此时的他恨不得生吃了刘子峰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被抓的这个人可不是普通的小特务 而是军统培养的高级特工 所以很快他就掌握了主动权 而且还让黑仔给他打开手铐 没想到黑仔居然相信了他 别想跑 你也肯定跑不掉的 我没想跑 我只是要找一点自尊严 老赵 男人正在被审讯之时 他却故意伸出被铐着的双手 假装说解开之后才会交代一切 对面的黑仔见状并没有犹豫 直接拿来钥匙就要帮他解开 他以为是自己刚刚的说辞请坐 殊不知这却是犯人给他挖的坑 所以等手铐被打开之后 男人的眼睛就不停地观察四周 最终在黑仔他们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抠出了男人嘴里的医扣 但犯人也已经倒地身亡了 原来医扣表面涂满了剧毒 赵队长见状直接当场发飙 质问黑仔为什么没给犯人戴手铐 而他之所以会突然来审讯时 就是一直感觉黑仔不靠谱 没想到还真的发生了意外 因为此事发生得太过突然 现在的黑仔还在懵逼状态 所以就简单叙述了一下事情经过 并没有深度地思考这件事 当得知是黑仔主动解开的手铐后 赵队长表现得很是鄙 直接说他该不会是故意的吧 黑仔听后当时就想发飙 还好此时举副队长出面打圆场 说让黑仔以后引以为解 绝不能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接着他跟赵队长就离开了 而就在士兵抬尸体的时候 黑仔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 于是立刻伸手制止他们 然后迅速走到尸体旁查看 只见他将手伸进死者口袋里 再出来时就抓着一把小麦 此时的黑仔像是豁然开朗 阿明 被抓的那个小吴 会不会有麻烦 请副司令放心 他知道规矩 原来服毒自尽的是军统人员 就在昨天他们制造暴乱时 小吴刚好被黑仔他们抓到了 而此时的黑仔召集众人 来商讨他刚发现的重要情况 这个是五角身上掉下来的麦碎 按常理来说 这些麦碎是不会平白无故 在一个人身上 所以我现在怀疑 刘子峰他们一伙 很有可能是藏在 一个储藏粮制的地方 我跟大黄查看了一下地图 只有三个地方是储藏粮制的 一号仓库 五号仓库 和七号仓库 这个一号仓库 我跟冯山山引诸大国 没发现是一场情况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把明天的行动目标 定在五号仓库和七号仓库 等将计划定下来之后 黑仔就让其他人先回去休息 单独留下乔燕说有事要谈 因为他最相信的就是乔燕 原来此时他已经反应了过来 当时被赵队长骂得狗血淋头 就没有深思小吴自杀的事情 因为当时他已经说服了小吴 小吴也没有再想反抗的意思了 可为什么赵队长他们进来之后 小吴却又突然自杀了呢 在解开手铐之前 他就有机会揪掉纽扣 可为什么要偏偏等到他们进来 少杰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还记得洞三三的案子吗 当时我们抓捕了程序之后 本来是想通过他来诱惑程庄组的 可电文发出之后 对方没有任何反应 这说明 沈耀组已经知道程序被捕了 可是在交配总队里面 知道程序被捕的 只有我和你 还有大黄和赵队长 你怀疑 我也不知道 我们的当务之急 是抓住刘子 把沈耀组一伙人缉拿回案 我们所有的毅力也都会见开 黑仔听后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现在既然有了刘子峰的下落 等抓住他之后就水落石出了 接着黑仔就关心乔燕的伤势 而关心的人不止他一个 还有此时出现在医院的二妞 为了让乔燕减少一些疼痛 他就找医生开了点指腾片 然后就敲响了乔燕的房门 谁啊 是少姐吧 听着乔燕的话语 黄山的心 仿佛被人紧紧地拧了一下 是无地自容的挫败 还是一厢情愿的失落 黄山自己也不知道 此时的他缓缓低下头 让失望的情绪 鞭打着那颗善良的心 接着乔燕打开房门 但却发现外面空空如影 在回头的时候 发现了地上的指腾片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第二天 他们分别去了五号仓库和七号 但最终却一无所获 这让乔燕感觉有些不对劲 因为他们来的这个五号仓库 是最有可能的地方 因为这里处于西昌郊区 所以他决定去一号仓库看一看 而此时刘子峰的人员就在那里 他们也决定开始反击了 两个士兵正在搬运尸体时 死者的口袋里突然掉出了什么东西 而这刚好被一旁的黑仔看到了 于是他立刻伸手制止他们 然后迅速走到尸体的旁边 接着他将手伸进口袋里 很快就掏出了里面的东西 居然是已经脱离的小麦 这让黑仔瞬间意识到了什么 因为此时不是小麦收割的季节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 死者生前肯定在有粮食的地方待过 大代律师存储粮食的粮骨 于是他就立刻组织人手 到西昌的两个粮库进行搜查 虽然他去的七号仓库没问题 但乔雁他们去的一号却发生了意外 此时的乔雁还不知道 一号仓库已经被军统人员占领 从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 实则全都是军统特务假扮的 所以等他们进到粮仓检查之后 特务立刻让手下关上仓门 紧接着暗中的小特务就出手了 但二牛他们都是职业特工 所以应付起来不在话下 但面对接下来凶猛的火力 他们只能四处躲藏趁机反击 毕竟进入了对方的领地 经过一番激烈的交火过后 二牛他们的弹药所剩不多 他知道这样下去肯定都得死 于是他就大喊让小海回去通知黑仔 不等小海想跟他争事 二牛直接拿枪冲出去吸引火力 因为他们现在的位置就在门口 所以小海干掉把门的特务之后 直接开门离开了粮仓之内 而此时的乔燕和二牛就更加被动 都给我踢着 抓着活着老子中中有啥 刘子峰的话音刚落 所有手下都像是疯了一样 一个个赢的子弹纷纷冲了上去 尽管乔燕怎么开枪反击 他们还是依靠人多的优势 很快就将气给活捉了 而此时的二牛还在反抗 因为他枪里的子弹已经打光了 所以在一个角落与小特务缠斗 只见他三拳两脚就解决掉了他们 当他夺过枪阵准备继续战斗时 发现乔燕被他们带了过来 放开他 黄山 我给老子放下 再跟你说一遍把枪放下 再不放我就把乔燕崩了 黄山 别管我 但最终二牛还是放下了手枪 因为乔燕不仅是他的战友 也是他心中暗恋的对象 接着小特务就将他给控制住了 而此时从七号仓库出来的黑仔 觉得既然刘子峰不在七号 很有可能在乔燕他们那里 于是就准备开车过去看看 但梁樱桃却开始作妖了 因为乔燕是他最大的情敌 所以他不想让黑仔过去 黑仔见状也不惯着他 直接就要带着冯珊珊去 而就在此时小海开车赶了过来 小海怎么了 快去一号仓库吧 刘子峰他们就躲在那 乔掌他们 怕他快撑不住了 坐手 哎 那这玩 接着黑仔他们带上部队 立刻将一号梁库给封锁了起来 但此时梁库里面却已没了活人 只剩下一地的军统人员尸体 姐哥 没有发信念解他们 乔掌他们会不会 小海 再把当时的情况说一说 当时 刘子峰火力很猛 皇人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他就去吸引火力 让我自己先跑出去了 我居然可以肯定 乔燕和大黄 已经被刘子峰抓走了 那怎么办 啊 这些土匪流氓一旦抓着女人 那 你来一趟你少胡说八道行不行 我被他们抓起来的时候 要不是我精灵逃过一劫 我跟你说 但乔燕那个笨女人 可不就很难说了 你就闭嘴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找到他们 我也是被他们着急啊 我 而就在黑仔一筹莫展时 他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东西 男人趁着看守的特务不注意时 偷偷将地上的铁丝握在手中 随着他的表情反复地变化 后面背着的手也在不停地开锁 紧接着只听嘎嘣一声 手铐被他成功打开了 于是他就开口喊来小特务 假装说自己有重要的情况要汇报 让他去将特务头子刘子峰叫来 但小特务怎么会相信他呢 于是就说你有什么事跟我说 殊不知他已经中了李二牛的圈套 我上一口袋里边有个纸条 里边有很重要的信息 你拿给他 接着二牛拿出他口袋里的钥匙 打开了另外一只手铐 然后拿上掉落的手枪走到门口 而此时在外面的过道里面 正有四个军统特务在巡逻 但他们却是背对着这边 于是二牛趁机出来向楼下走去 殊不知楼下才是最危险的 当他想找个房间躲藏时 突然看到刘子峰刚好在里面 此时的他瞬间被仇恨冲昏头脑 于是直接推门走了进去 然后把枪顶在刘子峰的后脑上 可没想到刘子峰却非常淡定 我一直在等你 没事黄山 是我的老朋友了 你们出去吧 是 刘子峰 现在马上把乔原给我放了 我知道你恨不得一枪打死 你以为打死了我 你干的那些事就没人知道了是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年轻轻的 怎么记忆力那么差 那么极心突破的场面 你都不记得了 二牛听后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 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即使现在脑袋上有把手枪 刘子峰还能如此的有恃无恐 最重要的是二牛对他恨之入骨 听到他说的之后 他却也不敢扣动扳机了 而就在他们两个僵持之时 此时黑仔发现二牛和乔燕被绑架了 因为他在凉酷的墙角 看到上面刻着学校两个字 原来就在二牛他们被带走之前 听到刘子峰说要去一座学校 于是他就故意站在背靠墙的地方 悄悄用小石头写下了这样的字 这是黄山留给自己的信号 此时的黄山和乔燕 应该被刘子峰一伙 带到了城里的一所学校内 也就是说 刘子峰的下一个目标 应该是一所学校 原来昨天黑仔偶然发现 在死掉军统特务的口袋里 塞着一大把脱离的小麦 由此他推断刘子峰可能在良苦 于是就跟乔燕他们兵分两路去排查 虽然他检查的七号凉库没问题 但乔燕和二牛去的一号 却正是刘子峰的藏身之处 所以最终他们两个被抓了 而因为一起来的小海逃脱了 所以刘子峰就转移到了学校之内 他控制住学校的师生之后 就将乔燕和二牛分开关押 因为他要给二牛留个机会 而此时的黑仔的手下经过调查 很快就锁定了一所学校 基本可以确定刘子峰就是在那里 于是他立刻带人赶往 因为还不清楚里面的情况 他们就在外围偷偷观察 此时整个学校都已被特务占领 而且他们还安排了人员巡逻 看来学校已经被他们占领了 小海打电话给赵队长 请求增援 是 这个我记得老老家长电话 他们家里都待不住了 全都赶过来了 在学校四周设立警戒港 务必阻止家长进入学校 是 冯彩珊 你做家长的思想工作 稳住大家情绪 去吧 接着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二牛打开了被靠着的手扣 刘子峰之所以这么气定神险 因为他笃定二牛不敢开枪 原来就在之前的一次行动时 二牛和王彦斌不慎被刘子峰抓到了 为了让二牛为己所用 刘子峰就想出了一个阴招 男人先是将犯人的十根手指夹断 然后让他坐在一架弓弩面前 接着在小特务的帮助之下 犯人用手指勾住百金重的弓弦 而在箭头指向的正对面 是他生死与共的好兄弟 等两个小特务松开弓弦之后 百金重的压力瞬间来到男人的手指之上 而他脑门也顿时冒出了冷汗 因为所有的手指都被夹断了 所以此时他在用全身的力气支撑 而身体也跟着不停地颤抖 只要稍有松懈弓弦就会回台 而此时坐在一旁吃猪蹄的刘子峰 看着如此痛苦的李二牛 于是就决定上去帮他一把 只见他缓缓走到弓弩旁边 拿起火炉里烧得通红的烙铁 接着只听刺赖一声 通红的烙铁印在二牛腹部 刺痛让他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所以很快他就坚持不住了 勾着弓弦的手指在慢慢地松开 最后在他一声愤怒的大喊后 手指再也承受不住拉力 只见弓弦在一瞬间弹出 弓箭也立刻穿透了王燕冰的身躯 而二牛则直接傻在了当场 自己居然亲手杀害了生死与共的战友 所以等他被解救了之后 为了不受到处分 就隐瞒了王燕冰真正的死因 说是刘子峰用弓箭杀了王燕冰 殊不知这将会成为他最致命的弱点 很快在随后的一次任务中 他和乔燕再次被刘子峰抓到 而刘子峰也以此作为要挟 亲手杀害自己同志的感觉不好受吧 黄山 打死我很容易 但是我要是死了 你杀害地下党老郑的证据 就会摆在你们剿匪总队领导的办公桌上 我现在就快打死你 为老郑报仇 我觉得你是不是搞错了 是谁杀了跑账啊 是你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路 跟我们合作 休息 我知道你不怕死 但是你怎么就不考虑一下 巧眼呢 二牛听后又再次举起了手枪 因为乔燕是他唯一的逆龄 刘子峰见状却笑了 没想到乔燕还有大用处 接着他就让手下将乔燕带到操场上 说用乔燕的命作为合作的条件 二牛听后是真的愤怒了 直接抡起拳头就是一下 但刘子峰却丝毫不在意 他不愧是军统培养的顶级特工 拿捏人心的这一块是死死的 接着他就说给二牛十秒的时间考虑 如果不答应就杀了乔燕 最终二牛还是妥协了 他不想也不能看着乔燕死去 也不想再有人因为自己牺牲 刘子峰见状阴险的一笑 然后从口袋掏出一枚小药丸 命令二牛现在将其给吃下去 二牛想都没想拿过来直接吞了 因为如果不这么做 他跟乔燕都得死在这里 他明白这一切不会有人知道 但能为乔燕默默付出足以 黄山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难受的 你只要乖乖地听我的话 按我说的去做 将有人会不断地提供给你这个小药丸 给我记清楚了 听话 接着二牛就被送回了房间 而此时的黑仔他们也已经包围了学校 原来他们在一直追杀刘子峰 在这次的行动时 二牛他们才不慎被抓 接着经过商讨过后 上级赵队长就提议强攻 但却被黑仔当场否决了 因为这里是西昌小学 刘子峰他们控制住了孩子跟老师 可赵队长可不管这些 他的任务就是将刘子峰抓活 那您就不考虑那些无关孩子的生命吗 陈少杰 你少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鼓励强攻就是为了尽快将孩子们解救出来 便被动为主动的僵持下去 不但保全不了人质 还有可能让刘子峰有可乘之机 够了 我觉得上级说得对 你就这么冲进去 不怕杀着孩子吗 行了闭嘴 最终在黑仔的苦口婆心下 赵东方接受了黑仔的计划 那就是由他带小海偷偷潜入 看能不能从内部进行瓦解 于是曲夫队长就开始喊话 故意引来刘子峰的注意力 而黑仔他们则悄悄从墙头爬了上去 接着先是干掉二楼的守卫 然后找到关押孩子和老师的地方 可他们干掉看守发出的声响 却被巡逻的刘海柱给听到了 男人正带着士兵巡逻时 突然听到旁边房间发出了响声 于是他立刻示意手下做好战斗准 紧接着他缓缓推开房门 然后猛地掏枪向里面看去 而里面只有一个看守孩子的士兵 并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殊不知此时的门后藏着一个人 而看守孩子的守卫也是假扮的 为了不惊动里面被绑架的孩子 他并没有选择再往前走 而是悄悄关上房门 然后带着手下去别的地方查探 而就在黑仔出去的时候 刘海柱已经感觉到了不对劲 那就是一楼巡逻的士兵不见了 于是就带着手下四处寻找 很快就在楼梯下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此时的他也终于意识到 刚刚关押孩子的那个房间肯定有问题 紧接着就带手下赶紧上楼 刚好撞见了从房间出来的黑仔 最终黑仔为了救孩子 肩膀被刘子峰打中了两枪 可没想到孩子也中枪了 还好在此时我军已经攻进了学校 于是黑仔就大喊叫来士兵 让他们立刻将孩子送去医院 而此时的刘子峰他们被逼进了一个角落 刘海柱知道这样下去都得死 于是就让上级刘子峰带人先撤 说等下在老地方回合 可他前脚刚离开 法师就直接被乱枪打死了 而此时被关在教师的二牛他们 也趁机干掉了看守的特务 追击刘子峰 而此时的刘子峰带人翻过围墙 直接抢了一辆车迅速逃离 但黑仔怎么会放过他 于是就立刻开车追了上去 很快刘子峰就开车来到郊外 因为这是约定的接应地点 接着他们就走进了山林中 见到了来接应的柴老二 原来柴老二早就看刘子峰不顺眼了 本想着他被杀了更好呢 可没想到他却死里逃生了 紧接着他就让人将他的手下干掉 刘子峰见状直接拔枪 可就在他们剑拔弩张之时 突然的枪声打破了寂静 正是追过来的黑在他们 柴老二见状喜笑颜开 不停地祈祷刘子峰被他们干掉 接着柴老二就带手下离开了 留下刘子峰一人与我军缠斗 而他的子弹也很快就打光了 所以最终被二牛当场抓获 因为二牛跟他有深仇大恨 于是直接就要开枪杀了他 还好黑仔及时喊住了他 因为柴子峰可是军统残余的副司令 他肯定知道些重要的计划 但他也是最不好对付的那一名 不管乔宴他们怎么审问 柴子峰就一直在扯皮 根本不往正经问题上说 而此时一直潜伏的内奸梁樱英桃 也终于按捺不住行动了 可殊不知他要救柴子峰这件事 将会彻底暴露他的卧底身份 女人假装为犯错的队友打抱不平 然后故意惹怒正在开会的上级 接着他就被带回房间关禁闭 然后当着看守的面重重关上房门 假装成非常生气的样子 接着等发现守卫离开之后 他就迅速换上红色战袍 悄悄从窗户离开了房间 下一秒他就出现在郊区监狱 因为这里的人员都认识他 所以并没有任何防备 而梁樱英桃则假装是给他们送吃的 然后趁其不被迅速将几名御警干领 接着他打开一间牢门 里面关押的正是军统的副司令 接着他们来到监狱操场上 因为监狱牢房的墙壁非常厚 梁樱英桃刚刚开的那几声枪响 并没有传到外面 所以最终刘子峰成功逃脱 下一秒消息就传回了剿匪佐队 二牛听后当场就傻了 因为他跟刘子峰有不为人知的交易 本想将他处决之后就没事了 可没想到就在此时他居然越狱了 而这也预示着二牛的命运 将从此被刘子峰紧紧握在手中 不好的情绪瞬间涌上他的心头 接着他跟乔艳赶到监狱 经过对现场的勘察之后发现 所有狱警都是在没有防备的时候被杀 所以一定有人协助刘子峰越狱 而且这个人跟狱警还都认识 可以肯定的说 我们内部有敌人的奸细 小雅 黄沉 你们立刻展开对内部的调查 一定要把这个内鬼给我抓着 在调查过程中 不管涉及到谁 只要证据确凿 立刻抓人 无需事先向我报告 是 而此时已经回到剿匪总队的梁樱英桃 拿出了儿时与姐姐的照片 原来他跟梁海棠并没有决裂 他潜伏近剿匪总队有两个目的 第一是为了窃取情报 第二就是要杀了黑仔为姐姐报仇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第二天 受伤住院的黑仔 也得知了刘子峰越狱的消息 等听完乔宴叙述的经过之后 他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梁樱英桃 原来在昨天攻占学校的时候 由于黑仔的原因 有名学生不慎重担身亡了 黑仔就受到了严重的处理 于是梁樱英桃就为他打抱不平 而这正是黑仔怀疑他的理由 因为他做的这一切可能是故意的 目的就是想让赵队长关他禁闭 刘子峰越狱逃跑的那段时间里 冯珊珊有没有进过梁樱英桃的坐舍 好像没有吧 也就是说冯珊珊虽然一直守在门外 但是他并不能确定梁樱英桃在不在房间里 你是怀疑梁樱英桃利用关禁闭的时间 趁机脱身去救刘子峰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关禁闭可以理所当然的 躲过众人的视线 让别人都以为他一直在房间里面 可其实呢 他已经进展脱俏了 黑仔不愧是顶级的特工 但他说的终究还是个人推议 即使跟事实一模一样 那他们也没有证据证明是梁樱英桃做的 毕竟赵队长是个讲究证据的人 所以黑仔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暗中秘密监视梁樱英桃 如果他真是潜伏的笔特 那他肯定会向军统传递情报 本来还一头雾水的乔艳 听完黑仔的分析以及给的办法后 他整个人瞬间豁然开朗 也找到了调查的方向 接着等乔艳他们走了之后 梁樱英桃就带着水果来看黑仔了 因为他表面上假装是黑仔的小名媚 所以肯定要过来做做样子 黑仔这次也出奇的好脾气 因为他想趁机试探一下梁樱英桃 接着他就说出刘子峰越狱的消息 小眼他们已经找到线索了 而且已经锁定了嫌疑人 那挺好的呀 对于卧底经验极为丰富的陈少杰来说 梁樱英桃刚才的反应足以说明 他的内心产生了本能的戒备 看似不经意的试探 令陈少杰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成效 陈少杰隐隐地感觉到 这个梁樱英桃绝没有那么简单 女人每次来图书馆还书时 都会故意再借走两本其他的书 而等她前脚刚离开图书馆 就有个女人紧随其后走了进来 而她要借的书 正是刚刚梁樱英桃还回来的三本 馆长听后便疑惑编去拿书 为什么梁樱英桃每次还回来的书 都会被第一时间借走了 但她的职责只是负责图书 所以并没有进行深思 接着女人将三本书带回家后 将其中一本的某一页撕了下来 然后放在蜡烛下反复的烘烤 很快一行小字就显现了出来 当看到内容之后她震惊了 接着她就一脸凝重地离开了住所 原来梁樱英桃是潜伏在我军中的军统特务 昨天她因为解救同伙刘子峰 已经被黑仔怀疑上了 但她依旧还是铤而走险 假装来到我军的兵工厂视察工作 因为她现在的身份是武器专家 可殊不知她现在的一举一动 都在黑仔手下的监视之下 老乡 老乡家 你怎么来了 我来验试一下你们的工作成果 那批弹射片 你们是按照最后的那版图纸生产的吗 是啊 是啊 老乡 那个人是谁 我怎么没见过 他叫小郭 常年专门附着武器登记核实 他现在是不是在登记那批细菌武器 对啊 高中光队长有命令 这些细菌武器必须每天登记核实 以免发生屁了 原来梁樱英桃此次前来 就是为了之前那批细菌武器 当初他故意帮我军找到 然后说这些细菌武器已经失效了 实则是为了获取黑仔的信任 而现在军统要执行一项双十计划 需要的就是这批细菌武器 而此时在剿匪总队的乔宴 也得知了梁樱英桃去兵工厂的事情 但却对此摸不着头脑 细菌武器既然已经失效了 那梁樱英桃还去那里抑郁合围呢 于是他就找到上级赵东方 将这件事汇报给了他 没想到曲副队长居然知道这件事 这个是这样 是我让他去兵工厂 你可能还不知道吗 乔宴听后当场无话可说 难道是自己的调查方向错了吗 梁樱英桃真的没有问题吗 而就在他陷入深思时 此时在宿舍里睡觉的二牛却出了状况 只见他满头大汗 大口喘息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就像是被恶魔附体了一样 接着他迅速掀开被褥 拿出一个黄色的小纸包 但里面并没有他想要的东西 于是他立刻大喝一口水压制情绪 但不成想他却变得愈发暴躁 而就在此时房门却被敲响了 接着他亮亮呛呛地走到外面 当看到地上有个同样的黄纸包后 他变得就像是一条饿了十天的风狗 只见他迅速拆开外包装 直接吞下了里面的神秘药碗 原来他已经被军统的刘子峰给控制 而吃过药后他很快就恢复了冬治 下一秒赵东方就召集众人开会 第一是因为刘子峰越狱的事情 他让大家以后都要引以为戒 而且也要继续打击军统的残余 第二件事就是针对黑子 我这有一份文件 是经过组织上合准的 关于我们本队 在智心学校营救行动中 存在重大失误的处理决定 我现在给大家宣布一下 经反复研究决定 给予陈少杰同志 继大过处分一次 暂停其敌真处侦察员工作 调往总队后勤处 以观后效 看你们这个老东西要整死 陈少杰同志 到底有什么意见吗 我服从组织上的决定 而就在此时乔彦和梁英桃同时站了起来 一口同声地说愿意跟黑仔一起受罚 赵东方见状当场气炸 于是立刻就解散了会议 紧接着黑仔就来到了后勤部报夺 真不知道是不是赵东方的脑子瓦克 黑仔当时是为了保护孩子才受的伤 虽然最终孩子还是被打死了 难道这也是黑仔的问题吗 所以赵东方这个人很有嫌疑 那个同志 咱们这儿除了坐在这儿办公以外 还有没有别的事可做 我这人天生就坐不住 要不你去一趟冰工厂吧 那里正在搞一些实验厅的生产 你过去把生产情况做一下登记和核实 这是个好差事 我马上就去 而此时的梁英桃正在冰工厂了 原来他是潜伏在剿匪总队的军统特务 目的就是要偷走细菌武器 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他假装到图书馆里还书 实则是为了给同伙传递情报 让他们去冰工厂里偷细菌武器 女人假扮成大学生来图书馆借书 等拿到指定的三本书之后 他就回家撕掉一本其中的一页 然后放在酒精灯下反复的制考 很快一排小子就显现了出来 接着女人立刻带手下行动 他们假装是钢铁厂工人 来到我军制造武器的冰工厂 在管理员小郭的引荐下 说要回收制造武器剩下的废料 厂长一听喜出望外 他正愁废料没地方堆放 接着在厂长的带领之下 他们来到冰工厂内部装废料 小郭见状就故意支开厂长 叶文则立刻示意手下行动 只见他们迅速抬走 堆在角落的细菌武器 然后放上提前准备的假箱子 等将所有都调换完毕之后 叶文就让手下驾车离开 而就在此时黑仔也开车来到了冰工厂 刚好与叶文他们擦肩而过 但由于中间隔着两层玻璃 所以黑仔并没有看清楚他的正脸 接着他就走进厂房检查 而且直奔那批细菌武器去了 因为他的任务就是核对 但下一秒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细菌武器每天都会核实 而且每天记录的编号都是一样的 但在他核实的时候却发现 箱子上的编号居然对不上 此时的陈少杰敏锐地意识到 这批化学武器很有可能出现了问题 登记簿上所记录的编号 与武器本身的编号大相径提 负责登记的人又恰恰因故离开 还有那些自称是胜利钢铁厂的人 他们又是什么身份 这一切难道都是巧合 绝不可能 但叶文可是心狠手辣的角色 接着二话不说就掏枪杀了小郭母子 当他们想带着细菌武器离开时 小郭家的房门却突然被敲响了 正是前来查看的黑仔 叶文健壮立刻示意手下抬走尸体 然后来到门口偷偷观望 殊不知黑仔已经察觉了异常 直接一脚踹开了房门 却发现小郭家里空空如也 叶文已经带着手下离开了 所以最终黑仔只发现了地上的血迹 于是他就立刻找到上级赵东方 将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 怀疑细菌武器已经被人调包了 但赵东方却不相信黑仔的猜测 因为他这个人做事只讲究证据 原来这批细菌武器是小鬼子留下的 之前他们的武器专家梁英桃说过 这些细菌武器已经失效了 现在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所以赵东方才不相信黑仔的猜测 可殊不知梁英桃是潜伏的卧底 今天的调换行动就是他策划了 黑仔跟他争执一番之后没有结果 直接气冲冲地离开了 简直不合理喻 我跟他说那批吸取武器可能会有问题 可能被人调包了 你猜他说什么 他居然让梁英桃明天去甄别去 他也不想想梁英桃如果是敌他 他能给你证别出什么来 少街 你先别生气 赵队长他就是这么个人 做事一板一眼的 要不咱们暗中调查吧 摆明了咱们这儿是有内鬼 可是他还是那么信任梁英桃 这只有一种可能 除非他和梁英桃啊 黑仔见状也没有再说下去 毕竟怀疑上级这可是大忌啊 接着他就说出自己的猜测 说军统最近有可能会有大行动 然后问小海他们跟踪梁英桃 有没有发现 虽然小海说没有问题 但冯珊珊却说出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那就是梁英桃总是去图书馆借书 而且都是一个人悄悄摸摸的 黑仔听后像是抓到了什么线索 因为梁英桃从来不看书 这其中肯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于是他就立刻赶往图书馆 而此时的军统战长沈耀总 也收到了叶文发来的密点 说黑仔在调查细菌武器的事情 女人掀开车帘往外一看 忽然发现在街角有名可疑的女子 于是他就立刻下车去追 让两名手下继续监视理发店 殊不知这却是敌人给他设计的圈套 接着他就一路尾随女特务 而前面的叶文见乔燕已经上钩 于是就故意拐进一个巷子里 然后当着乔燕的面走进一座民宅 但乔燕却浑然不知这是个阴谋 紧接着就给二牛打去了电话 让他现在马上带小分队赶过来 将叶文所在的房子团团包围 等敲定好行动细节之后 二牛就一马当先冲了进去 他们先是控制住院子里的一名小特务 可在接下来搜查一番之后发现 刚刚进来的叶文却离奇地消失了 他早就走了 这是沈耀祖的一个联络点对吗 对 平常就我一个人 叶文也是最近才来的 叶文这次来什么目的 好像是实施什么计划 具体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叶文这次要与潜伏在 剿匪总队内部代号为 动动腰的密派接头 动动腰会给叶文下达具体的行动命令 那他们见面了呢 还没有 和动动腰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司令 哦不 神药组会直接用电台通知我的 我也一直在等消息 我跟您一起 不是点 别说好招 当乔燕他们以为能抓到内奸了时 殊不知这依旧是军统设计的圈套 而且还只是刚开始而已 而此时本次阴谋的策划者梁樱桃 假装来到图书馆借书 他这次不仅要帮军统夺回被解放的戏场 还要将男主黑仔置于死地 所以他这次设的局非常之大 一旦成功后果不堪设想 而他来图书馆借书的这件事 很快就被黑仔发现了 于是他就来到图书馆询问 因为他一直怀疑梁樱桃有问题 接着他拿出证件亮明身份 最近是不是有一个叫梁樱桃的 总是来借书啊 我这有记录 我看一下 对 你说的没错 他的确来过很多次 借了不少的书 那他借的书都还了 除了上一次 其余的都还了 能不能给我看一下 他借过的书 哎呀 这你可看不了了 为什么 他还的书啊 都让别人给借走了 黑仔听后陷入了深思 梁樱桃每次还回来的书 都会第一时间被人借走 这说明他很有可能 在书里做了手脚 以此来达到传递情报的目的 所以此时的黑仔 几乎可以断电 梁樱桃就是潜伏 在剿匪总队的内建 而就在他不断思考的时候 殊不知在图书馆二楼的角落处 一直有个人在偷偷注视着他 接着他就再次找到馆长 说如果梁樱桃来还最后两本书 让他务必第一时间 给自己打电话 馆长听后当时就答应了 毕竟黑仔是剿匪总队的 接着黑仔就写下自己的电话 因为这一切都是他的猜测 所以要拿到证据 才能给梁樱桃定组 而等他前脚刚离开图书馆 二楼监视的人就出现了 正是军统的行动队长叶文 而他们最近在密谋一件大阴谋 得知黑仔正在调查梁樱桃 于是他们就准备将黑仔除掉 所以此时的黑仔还浑然不知 他停在路边的车上安装了炸弹 胖妈没事吧 啊 来 紧接着只听轰的一声爆炸 黑仔刚才坐着的车子 已经炸成了废体 埋伏的叶文他们见失败了 于是就立刻掏枪进行射杀 但黑仔可是顶级的职业特工 所以很快他就进入了战斗状态 而由于我军已经解放了全场 枪声很快就引来了附近巡逻的士兵 所以叶文只好带着人撤退 而这也让黑仔更加艰辛 梁樱桃肯定是通过图书馆传递情报 而此时另一面的侨艳他们 也终于等来了沈耀祖的电报 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军统的阴谋 就连黑仔调查的图书馆也是 他们都进入了梁樱桃的圈套之内 男人每次从图书馆借书之后 都会对着纸张反复地研究 然后再放在鼻子上仔细地吻 等发现其中有一本的味道不对后 他就迅速翻看每一张的书页 很快第58页就让他察觉了一场 接着只见他对着灯光观看 总觉得里面有弱有弱线的笔画 于是他就拿出打火机反复的制考 下一秒他就惊得瞪大了双眼 在边边本来没有文字的地方 忽然一排小字显现了出来 陈少杰意识到 这行文字足以证明梁樱桃 就是潜伏在剿匪总队内部的敌特 然而这份确定并没有带给陈少杰一丝轻松 此时在他的心里 更加在意的是这份双十计划的具体方案 必须尽快搞清楚敌特的行动内容 并加以阻止 接着黑仔立刻给剿匪总队打去电话 本想让他们控制住梁樱桃 可没想到所有重要的人员 此时都不在剿匪总队内 这让黑仔陷入了深思 原来他借来的这两本书 是梁樱桃刚刚还回来的 而书上隐藏的小字提到双十计划 梁樱桃说要在一个饭店与上级接头 所以黑仔就留在了图书馆 等待梁樱桃的上级来借这本书 只要抓住了这个借书的人 就可以坐视梁樱桃的内奸身份 可他在图书馆一直等到傍晚下班时 都不见有人来借书 黑仔知道不能再等了 于是就交代给馆长 说如果有人来借这两本书的话 让他第一时间通知自己 紧接着他就离开去了饭店 因为他要拿到双十计划的内容 阻止军统的阴谋得逞 可黑仔绝对想不到 他现在所看到的以及得到的消息 都是梁樱桃故意让他知道的 因为梁樱桃设计了一个非常大的局 他不仅要帮军统抢回解放的戏长 还要让黑仔从此身败名裂 刚刚黑仔之所以联系不到 剿匪总队的乔燕 故意暴露一个军统联络站给乔燕他们 所以他们就在抓获的小特务口中得知 潜伏在剿匪总队的卧底 冻冻腰今天要跟上级见面 于是他们就赶往了街头饭店对面 这回冻冻腰一定跑不了 乔燕 谁让我所发的电话 是让叶文到这个地方来跟冻冻腰会合 可是叶文并不知道这份电话 如果他不来 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冻冻腰 这个冻冻腰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间隙 也就是说 这个人是我们认识的 甚至是熟悉的 接着赵东方他们就赶了过来 当看到梁英桃的那一刻乔燕愣住 他不是应该来街头的吗 于是就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但梁英桃却表现得非常软弱 说我也是剿匪总队的一员 我当然是过来执行任务的 乔燕听后愣在了当场 难道是自己猜错了吗 那潜伏的卧底又会是谁呢 就在他们翔首以判时 黑仔却突然出现在了饭店门口 有情况 陈少爷 真的是陈少爷 众人看到之后都震惊了 而赵东方则立刻询问乔燕 说黑仔之不知道今晚的行动 等得到否定的回答之后 大部分人的心都凉了半截 因为说谁是内奸他们都相信 但唯独黑仔绝对不可能 因为他在军统潜伏了十余年都没叛变 而现在我军已经解放了全国 只剩下了最后的清剿工作 怎么可能会在此时投敌呢 接着等看到黑仔坐在指定的位置后 所有人的心算是凉透了 而一直对黑仔有看法的赵东方 直接先入为主的判定黑仔就是内奸 乔燕听后第一个跳了出来 说这其中肯定有误会 但赵东方怎么会相信呢 而此时站在后面的梁英桃 却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因为这一切都是他设计的 男人深夜假装来到饭馆示范 然后故意坐在靠窗的位置上 接着只见他鬼鬼祟祟的趴在桌子上 而守则偷偷伸到桌子下面 拿出藏在底部的一个信封 紧接着他就迅速打开查看 可殊不知这却是敌人给他设计的圈套 所以等他看完内容要离开时 突然被埋伏的人给堵住 可当看到来人之后黑仔却傻了 居然全都是自己的同志 把他套下 陈少街 接着黑仔掏出口袋里的信封 然后说梁英桃就是潜伏的内奸 梁英桃听后当时就不乐意了 于是上来就指着黑仔骂 说你现在都自身难保了 还有闲工夫来栽赃我 虽然赵东方看了黑仔给的信封 但他还是不相信黑仔 黑仔听后没有再为自己辩解 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明白了一切 原来黑仔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是在调查梁英桃的时候发现 他总是去图书馆里借书 而且还回来之后又会被第一时间借书 所以他怀疑这其中肯定有问题 于是黑仔在图书馆馆长的帮助之下 第一时间拿到了梁英桃还回来的书 在里面发现了他与军统人员的街头地点 所以他才来到这里取走情报 紧接着只见他死死盯着梁英桃 因为在来之前他就有种不好的预感 总觉得这一切太过顺利 现在果然得到了应验 他心中明白梁英桃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想让自己成为替罪羊 所以即便现在有再多的辩解 梁英桃都是不会承认的 而且赵东方本就看自己不爽 所以他肯定也不会相信自己 而黑仔也不得不承认 与梁英桃这次的交手他自己败了 梁英桃别高兴太早了 我不会让你们的计划得逞的 陈少杰 你真是辜负了我的一片痴情你知道吗 本来我是真心实意地想嫁给你的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你是比你姐姐梁海棠两枪 这次我算是领教了 但是下一次我一定不会放 哎 狗特务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瞎评论 你还是想想怎么周去宽大处理 接着等黑仔被带走之后 乔燕也彻底红了眼眶 即使她知道梁英桃是潜伏的卧底 也明白这是她的诡计 可自己却没有办法挽救 于是直接掏枪就要杀了她 但占尽上风的梁英桃怎么会示弱呢 说你既然说我是内奸冻冻腰 那你就将证据拿出来啊 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一定会找到证据的 怀疑我 我还怀疑你呢 你平时跟陈少杰走得那么紧 说不定你俩就是一伙的 你看这个就也怕我 你学口会人 你刚才那枪 要不是黄山拦下来 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少杰是被梁英桃陷害的 就算我刚才那枪打死她 她自有应得 乔雁英桃是在利用图书馆 向外界传递情报 少杰早就查清楚 图书馆里员也可以证明 少杰说了 她是依据书上的情报 才来到山东菜馆的 只要找到了那本书 就可以证明少杰她是清白 好 你把人真无证拿出来 咱们再来 乔雁听后也没有再跟她争执 第二天就带二牛来到图书馆 可下一秒他们却傻眼了 管理员老李昨天出车祸死了 而且司机还逃逸不知去向 二牛听后就让她拿出黑仔 提到的那本书 可是他们用打火机烘烤之后 却并没有隐藏的字迹显现出来 是因为时间太久挥发了 一种挫败感瞬间涌上桥燕的心头 她知道牢里的死和书上的字 都是梁英桃的杰作 目的就是要让黑仔永无翻身之日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没了 再想为黑仔证明比登天还难 可他们绝对想不到 梁英桃的阴谋不止于此 接下来第二步才是她真正的目的 那就是帮助军统攻占西昌城 而此时在牢房的黑仔 也仔细梳理了一下静漆的事情 此时的黑仔突然意识到 之前梁英桃设计的炮弹弹射片 很有可能和那批钓包的细菌武器有关 而信上说军统要攻打去政府 大概率是声东击西的伎俩 他们真正的目的可能是西昌城 而炮弹弹射片和细菌武器弹结合在一起 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想到这里黑仔瞬间不含而立 女人故意站在路中央挡住要过去的军车 等车上的两名战士下来扶她时 女人就立刻给队友识眼色 紧接着只见一辆一模一样的汽车 迅速加油跟在了车队的后面 然后一路尾随来到解放军的团部 当前面的车辆都去接士兵时 他们则将车开到后面的宿舍楼 见到了他们潜伏在这里的内建 哎 干什么呢 是我 梁专家 车里放了什么东西啊 呃 是我 快 上车 隐约的枪声令陈少杰意识到 梁樱桃已经开始了行动 必须想办法离开这里 阻止梁樱桃的阴谋 谁让你们开枪的 快 上车 同志 既然我见不到桥燕 那只能把这个重要的事情告诉你 由你转达给他了 是吧 你走过来点 我告诉你 接着当守卫靠近的时候 黑仔直接将他撞晕在护栏上 然后摘掉钥匙迅速打开牢门 可等他出来的时候 梁樱桃刚好开车离开了团部 黑仔见状知道大事不妙 梁樱桃计划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一旦成功将会有百万人丧命 于是他就立刻追了上去 众所周知摩托比汽车要快 所以很快他就追上了梁樱桃 然后顺势跳上了他驾驶的汽车 梁樱桃为了甩掉黑仔 不停地转动方向盘 再用另一只手与他缠动 但黑仔可是顶级的特工 所以很轻松地就给化解了 可下一秒梁樱桃却掏出了手枪 黑仔见状只好无奈放手 然后重重地滚落在地 但他怎么会放弃呢 于是就抄小路再次追了上去 而此时的梁樱桃开足马力 很快就来到了半山腰的一个断崖 只见他架上迫击炮调整好位置 然后拿出一个带有骷髅标志的箱子 接着将新研发的弹射片放在炮筒里 可就当他准备拿细菌炮弹时 原来之前被炸死的梁海棠是他姐姐 所以梁樱桃才对黑仔恨之入伍 黑仔刚刚之所以在牢房里 也都是拜梁樱桃所赐 他不仅要让黑仔身败名裂 还要用细菌武器炸掉西昌的水场 让城里百万的老百姓名不聊生 可黑仔却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还在用言语讥讽梁樱桃 说他姐姐是罪有应得 梁樱桃的情绪瞬间被点燃 说话的语速也加快了不少 殊不知黑仔是故意激怒他的 紧接着就趁梁樱桃分神时 迅速开枪打掉了他攥着的手雷 然后他们就扭打在一起 而一只隐藏的梁樱桃 在此时也展现了真正的实力 可毕竟他的特长是武器方面 所以对上全能的黑仔还是不行 接着他就被打得节节败退 而他也在极力地调整位置 很快就退到了炮弹所在的地方 一声剧烈的爆炸过后 黑仔就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房里 等他醒来之后将经过告诉给上级 可现在梁樱桃已经失踪了 而且黑仔还是越狱去的山上 所以赵东方并不相信他 然后就让手下对此事进行调查 而此时回到军统的梁樱桃 当得知黑仔没死后有些不可置信 这小子命可真大 那现在脚腿总队的内部 对他是什么看法 脚腿总队对陈少杰的怀疑 丝毫没有减弱 赵东方他们还在怀疑陈少杰 对 那咱们就想个办法帮赵东方一把 让陈少杰彻底身败不利 下一秒乔宴他们就发现了一具女尸 除了面部被烧焦看不出来 其他的体貌特征和衣服 都和梁樱桃几乎一模一样 而且在他体内的一颗子案 正是从黑仔枪里打出来的 接着他们又在黑仔卧室搜出了证据 坐实了黑仔内奸的身份 男人假装来监狱看望被捕的战友 趁着狱警不注意之时 他就迅速转身背靠着牢房 黑仔健庄立刻拿走他腰间的手枪 等二牛离开监狱之后 他就打晕一名巡察的狱警 摘掉钥匙打开了牢门 紧接着枪杀几名外面的士兵后 直接翻墙逃离了剿匪组队 乔燕听后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 难道黑仔真的叛变了吗 如果没有 那他枪杀了五名战士又该怎么解释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第二天 此时的黑仔隐秘在一家客栈里 就当他打开窗户查看外面的情况时 房间的门突然被敲响了 得知是来送餐的服务员后 他就将手枪藏在了衣服后面 但却还是被服务员看到了 于是他就立刻去翻看报纸 很快就找到了黑仔的通缉令 陈少杰约遇到现在 已经过去快二十个小时 敌人处呢 一点线索都没有 让我怎么向军区交代 如果您觉得我不称职的话 您可以把我敌人处处长的职务给撤 小爷 我知道 你跟陈少杰的关系不错 但是我必须提醒你 对他不要再抱有什么幻想了 他是个敌特分子 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 少杰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事的 不会 他连我们的看守战士都打死了 还有什么不会的呀 马哥 赵队长 刚刚得到消息 发现了陈少杰的通信 在人民广场附近的春风旅店 太好了 紧接着他们就包围了旅店 等黑仔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再想离开比登天还难 而此时他也已经癫狂了 二话不说对着乔艳几人就开枪 丝毫不顾忌以前的情面 而他也已经想到了退路 等再次开枪将他们逼退之后 他直接跳到了对面的巷子里 本以为这里不会有人把手 殊不知二牛已经再次等候多时了 而他的目的就是放黑仔离开 原来黑仔是被军统陷害入狱 而且还是铁证如山 所以本就对黑仔有意见的赵东方 直接判定黑仔就是潜伏的内奸 而且当即就要将其给处决了 黑仔没办法才火同二牛杀人越狱 想找到证据还自己一个青蛮 可现在他枪杀了几名战士 已经没有再回头的机会了 难道黑仔不知道这个后果吗 还是这其中另有隐情呢 而因为今天的抓捕行动失败 赵东方开会大发雷霆 百余名战士将旅店团团包围 还能让叛变的黑仔给跑掉 接着就指着脑子说要端正态度 深意就是让某些人认清现实 不要再被黑仔所欺骗了 然后就吩咐乔艳十日之内结案 不管死活都要抓到黑仔 而等到第二天清晨 二牛假装到山上尘跑 实则是为了跟军统的刘子峰接头 黑仔之所以没有翻身的可能 李二牛就是罪魁祸首 前段时间诬陷陈少杰 这事干得不错 这是你的家里 我不感兴趣 这个呢 别那么心急 听说陈少杰越狱了 怎么回事 军续判他死刑 他不想白白扔死 打死这个守卫 自己跑出去 你亲眼看见了 我亲眼看见了 杀了几个 大概五六个吧 你说据我的消息称 你们已经知道陈少杰的行踪了 他怎么得跑 是我把他放走了 你这看出来你还挺强义气 只要你乖乖听话 这个东西 我会远远不断地提供给你 原来二牛是被刘子峰抓住了命门 他不得已才诬陷黑仔的 但他并不希望黑仔死 所以才故意放走了黑仔 而此时一直潜逃的黑仔 又出现在了一家旅馆之内 而在房间里面的人 居然是赵东方和乔宴 当乔宴看到他的那一刻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在来这个旅馆之前 赵东方说要约见一个神秘人 原来这一切都是黑仔和赵东方设计的局 既然梁樱桃想让黑仔背负内奸的罪名 那黑仔所幸就如他所愿 此时的他表面上已经跟我军决裂 走上了一条亡命的不归路 这样黑仔就有了再次潜伏进军统的机会 乔宴听后恍然大悟 黑仔他们的这盘旗下的真大呀 接着他们就坐下来商量 就是让黑仔如何打入敌人内部 男人正在黑石上溜达时 突然发现身后有人跟踪自己 接着黑仔跟他们来到一个旅店 可刚进来就被团团包围 当他们剑拔弩张之时 带头的立刻出来置之手下 然后还不停地跟黑仔赔礼道歉 说这一切都是个误会 紧接着就将黑仔带到了屋里 而此时里面还有一个女人 正是军统的行动队长叶文 黑仔他们两个本就有仇 所以气氛再次凝重了起来 还好一旁的柴老二急忙出面化解 他们这次之所以找上黑仔 是想跟他谈一笔生意 表面上看似他们主动找上的门 殊不知确中了黑仔的圈套 因为黑仔是故意出现在黑市上的 前一只听说你结了一批 共产党的工冲款吗 按道理来说吧 这批工冲款是不是应该属于 我们反共救国军的 凭什么呀 你们懂不懂规矩 谁抢到了就是谁的 显儿老子吐出来是不是 没门 不是啊 是这么 原来此时的黑仔已经跟我军决裂 所以前几天才抢了剿匪总队的工程款 而当时抢劫的不只有他 还有军统的刘子峰 但最终黑仔凭借过人的身手 抢先一步夺走了工程款 所以军统战长就让柴老二找到黑仔 看黑仔能不能分一点出来 黑仔听后当时就火大了 而柴老二也准备了第二方案 那就是用武器跟黑仔交换 而这刚好中了黑仔的下怀 因为他是假装叛变 目的就是为了打入军统内部 司令 这就是陈少爷列的武器清单 把他们说 要这些武器干什么用啊 打开杀戒呗 你瞎他那么恨叫非宗帝的人 跟他做圣仪是个谎子 我准备在交易的时候 我直接把他抓上扇来 到时候任何欠 这不就毒死在这了 柴老二 你是痴撑顶着了吧 不是等于引狼物死吗 司令你别傻话 你听我把话说完了 这个陈少爷前一阵阅语了 对吧 打死了解放军 后来干什么 抢了共产党的工程官 他还是什么英雄 你说 陈少爷现在就好比一头 妥了奖的耶律 只要你能把他给驯服了 以后他决定是 你收底下一名汉奖 沈耀祖听后陷入了深思 柴老二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黑仔可是难得一遇的高手 现在他打死了几名解放军战士 就已经跟剿匪总队不共戴天 所以他真的没有了退路 如果能将他收入麾下 那自己就是如火天意 再次攻占西昌也不是没有可能 接着柴老二就是一顿吹 说黑仔了解剿匪总队的所有事情 对咱们的帮助绝对是巨大的 所以最终沈耀祖心动了 柴老二已经完全上钩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可不能掉以轻心 柴老二不设防 不代表着沈耀祖没想法 我知道 对了 乔爷 我跟柴老二交易的过程中 最好有一些推波助澜的事端 这样一来的话 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的上山了 这个我来安来 很快时间就到了第二天傍晚 黑仔按照约定时间与他们交易 柴老二先按照沈耀祖的安排 假装邀请黑仔上山一起共事 如果黑仔当场答应了 那他们就会立刻杀了黑仔 但黑仔可是顶级的特工 这点小鸡两能看不出来吗 于是就开始嘲笑 说他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然后不管柴老二怎么劝说 黑仔就是不肯跟他们上山 而就在此时出现了一对解放军 黑仔见状第一个掏枪反击 然后迅速将前箱子丢在车下面 紧接着一颗炸弹突然把他炸晕 等在醒来时已经在山上了 柴老二立刻给他倒了杯水 因为自从他加入军筒之后 就一直被刘子峰挤兑 所以他特别想拉黑仔入伙 这样就有对付刘子峰的人了 黑仔见状还是要离开 但最终在柴老二的劝说之下 还是去见了沈耀祖 而他的潜伏生涯也就此展开 可沈耀祖不会就这么相信他的 所以他还是准备试探一下黑仔 女人假装拿起餐车上的红酒检查 然后故意将一旁的高脚被撞过 趁着跟队友一起弯腰下去检视 他又故意弄伤自己的手指 等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后 对面突然有人迅速穿过楼道 悄悄进到镜头的杂物间里 接着他立刻换上提前准备的衣服 将手枪藏在工具包的背面 然后趁着李二牛送乔艳去包扎时 他就假扮成维修公钥维修线路 因为手枪被藏在了工具包背面 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检查 等进到工程师的房间之后 他直接开枪将其杀掉 鲜血当场喷射在了窗帘之上 而黑仔这一系列的行为 都被对面的军统特务看在了眼里 当发现专家已经被黑仔杀了之后 他们就立刻下楼去接应 接着乔艳就打开了房门 苏联专家已经倒在了血泊中 于是他们立刻将其送到医院 而此时正准备离开的黑仔 却突然被梁樱桃堵住了 这让我直接给看蒙了 他们不是一伙的吗 梁樱桃 你想干什么 陈少姐 我不管你是真背叛 还是再次卧底 为了我姐姐 我杀了你 你老子不是硬的 两声枪响过后 黑仔的胸口瞬间被击穿 但梁樱桃居然没有重担 因为黑仔瞄准的是追来的李二牛 当看到黑仔倒在地上的那一刻 梁樱桃的心顿时颤了一下 一直对黑仔恨之入骨的他 此时居然变得温情了起来 连忙过去扶住他 尽管叶文让他不要管黑仔了 但他还是执意要将黑仔带走 接着他们坐上提前准备的汽车 摆脱了二牛的追杀 不知道是黑仔的枪法不好 还是刻意为之 二牛只是被打中了肩膀而已 陈少姐 你一定要坚持住 我们马上就到了 黑仔说完直接昏迷了过去 而梁樱桃也愣在了当场 怪不得姐姐对他如此痴情 黑仔这个人格魅力太强了 此时的他再也不恨黑仔了 而且也终于流露了真正的胆情 可殊不知这都是黑仔设计的阴谋 你说什么 沈耀组他们让你刺杀苏联专家 这是他们对我的考验 我没办法拒绝 可是苏联专家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 我们必须要想到一个办法 既能让你顺利地通过考验 还能保证苏联专家的安全 他们是不会倾信 从常规渠道得到的情报 那他们怎么才会相信呢 如果我是他们 一定要亲眼看到 才会彻底地放心 我倒是有个办法 只需要苏联专家的配合 来 专家总盛 听你这一句 好好 谢谢 原来此时的黑仔假装与我军决裂 然后趁机打入了军统内部 但今天的枪伤却是个意外 由于梁樱桃击中了他胸口的位置 所以黑仔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但沈耀组却不打算救治 因为他们现在是军统的残余 药品之类的东西可是极其珍贵 最关键的是黑仔奄奄一息 已经没有再抢救的必要了 你打算就让他在这等死了 赵桀现在伤成这样 他凭什么给他用那么多的药 再说他或许是共产党的卧底呢 活蛋 我亲眼看见他杀掉了苏联专家 这证明他就通过了考验了 而且他是为我才变成这样的 他为我挡了一枪 你知道吗 就算是梁樱桃这么说了 但沈耀组还是不准备救人 而一直看黑仔不爽的刘子峰 就要开枪结果了奄奄一息的黑仔 梁樱桃见状是彻底怒了 直接拔枪与他们对峙 沈耀组最终无奈只好妥协 既然现在黑仔通过了考验 还是有抢救的必要 毕竟当时就是看中了黑仔的能力 接着就安排医生进行手术 男人每次在出门的时候 都会背着一个神秘的双肩包 而这刚好被黑仔发现了 于是他就悄悄地跟了上去 但刘子峰可是军统培养的特务 很快他就察觉到身后有人跟踪 所以不动声色地将手枪上膛 下一秒就隐溺在了草坪中 而后面的黑仔并未发现 还在一直步步紧逼地跟踪 当他发现刘子峰消失了之后 心里顿感大事不妙 原来只是一个过路的妇人 刘子峰见状松了一口气 然后站起来就要继续赶路 黑仔见状立刻躲在树后 如果不是那个妇人的出现 那他现在就已经暴露了 接着他就继续跟踪刘子峰 而刘子峰也很快就停下了 看样子是在等什么人来 可就在此时 旁边的马路突然来了一车解放军 要在这附近挖掘防御攻势 刘子峰见状只好离开 黑仔则立刻走到他刚刚站的位置 看到一个身影从树林中跑过 而且还穿着一身运动装 陈少杰并没有看清 这个从远处跑来的身影究竟是谁 但是隐约间 陈少杰觉得 这个人跟黄山有些相像 难道这个直接听命于刘子峰的奸细 就是自己朝夕相处的好兄弟 黄山吗 陈少杰不敢相信 也不愿意相信 原来黑仔是潜伏在军统的我党人员 之前他在柴老二的口中得知 刘子峰在我军中有个内应 虽然黑仔不愿意相信 但刘子峰的线人就是李二牛 只不过他现在不知道而已 既然没有收获 他就回到军统战 而今天沈耀祖刚好要训练战士 接着他们就来到了野外 而刘子峰一直都看黑仔不说 于是就说前面的树林里有兔子 让黑仔跟他比试比试 看看今天谁打得最多 而且还能给手下加顿餐 黑仔听后当时就答应了 因为他也想趁机教训一下刘子峰 接着他们俩就独自走进树林 原来自从前几天黑仔受伤之后 不仅取得了沈耀祖的信任 而且还俘获了梁樱桃的芳心 但刘子峰却对此非常不痛快 因为之前他一直想得到梁樱桃 可没想到却被后来的黑仔节族先登 所以这次他想趁机干掉黑仔 接着他悄悄绕到黑仔身后 刘子峰 我知道你小子想干嘛 他老二说的一点都没错 你他妈就知道玩硬的 知道梁一堂是怎么说你吗 说你看这几爷们儿呢 其实心眼比娘们儿还小 除了会干些下三落的事儿 什么也不会 烧鸡 你去死吧 强生这么密 不像是大兔 是有点奇怪 死刘 是不是肯定跟你吐得不晚 走 去看看 而此时的黑仔他们还在激战 因为刘子峰是有备而来 所以黑仔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 但他早就做好了应对之法 只见他先是隐匿在暗处 然后出气不易直接一个飞船 紧接着一套组合的招式过后 刘子峰被打得嘴角流血 但黑仔怎么会轻易放过他呢 于是将他拽起来之后 对着脑袋连抽了几个大嘴巴子 而就在此时沈耀祖带人过来了 黑仔才停下了沙包大的拳头 而就在黑仔他们回去的路上 草丛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正是剿匪总队的潘小海 因为他不相信黑仔叛变投靠了军统 而且之前他还发现了一些线索 可以证明黑仔没有叛变 但上级乔宴和赵东方都不信 因为他们知道黑仔在潜伏 可潘小海自己却不死心 于是就想过来调查一下 殊不知他的这一举动将会害了黑仔 而下一秒黑仔也看到了他 男人正对着女友发脾气时 突然看到对面草丛中有人 于是他立刻拉回生气要离开的女友 然后假装跟他承认错误 等将女友哄开心了之后 他假装说要去旁边草丛里方便一下 此时的女人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不得不说黑仔这该死的魅力 拿捏女人这一块真的是死死的 真的应了评论区的那句传言 而此时的黑仔走到看不到的地方后 就喊了一声让对方出来 来人正是剿匪总队的潘小海 潘小海听后还是不死心 于是就说自己一定会保守秘密的 原来此时的黑仔是潜伏在军头的卧底 可潘小海却不相信他叛变了 于是就想过来问个明白 但黑仔怎么会承认呢 因为在此次任务结束之前 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事情 所以现在的他就是叛变投底了 下一秒梁樱桃就看到了这一幕 而黑仔也用余光贴到了他 于是他就对着潘小海发难 然后大声地说念在旧情今天不杀你 如果下次再让我看到你的话 我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紧接着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知道你在这儿等着吗 你去那么久不放心 就到这儿来等你了 好吧 刚才那个人是潘小海的 没错就是他 他来干什么呀 接着黑仔就转身回了军统站 因为此时的梁樱桃深爱着他 所以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给站长沈耀的 可下一秒黑仔却傻眼了 刘子峰居然抓到了潘小海 刚刚还在谈笑风声的他 此时叼着烟的嘴都在颤抖 沈耀祖见状就要审讯一下小海 问他到这里来是什么目的 而潘小海却非常硬气 二话不说就让他们毙了自己 而且只字未批黑仔的事情 虽然黑仔告诉他自己叛变了 但潘小海依旧相信黑仔在执行任务 不就是死吗 哎呀 你这小子费那么多话干什么 毙了得了 哎 打死他 还用不着你 小姐 你不是和剿匪总队有仇吗 现在刚好是个机会 你不会错过吧 怎么着信尘呢 下不了手 你要是不敢开枪 我就认为 你跟他是一虎的 此时的黑仔无比煎熬 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选择 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 他都将会万劫不复 但很快他就想到了办法 于是跟沈耀祖表忠心之后 直接开枪击中潘小海的胸口 刚刚还紧张的气氛 也在这一刻瞬间消散 沈耀祖见状让手下 将潘小海丢去后山喂狗 然后立刻上前安慰黑仔 接着就拉着他一起去喝酒 但这一切都在黑仔的计划之后 所以等到晚上夜深人进食 他就偷偷离开宿舍 找到了被丢在山坡的潘小海 原来他在开枪之时 精准控制了弹落地 所以子弹并没有伤到心脏 但此时的小海也只剩下了一口气 于是黑仔连夜将他背到医院 经过抢救很快就脱离了生命危险 下一秒乔燕就赶了过来 因为他是知道黑仔潜伏的其中一人 当得知小海没问题之后 原来黑仔怀疑二牛市内奸 得知他跑步之后就更加确定 但没有证据他没有妄下订阅 男人正要向上级汇报工作时 突然看到上级拿出了一打通行证 然后放进带锁的抽屉里 所以等目送着上级下班之后 他就悄悄溜进办公室里 可就在他用铁丝尝试开锁时 正要离开的上级却被人叫住 而此时还在办公室的李二牛 虽然已经打开了抽屉 但却并没有急于偷通行政 而是表现得非常犹豫 因为此时他的内心无比煎熬 知道这么做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但如果不偷后果一样严重 所以最终他还是做出了选择 可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上级的说话声 而且已经站在了门口 于是他立刻躲在沙发后面 下一秒他们就走了进来 紧接着也发现了不对劲 数量不对 就是十几张了 是不是被人偷了 这不可能 所以不让人 这记性真是踏入一切 我告诉你啊 这帮敌特分子是无孔不入 咱们江飞总队也不是包衔柜 你要几个证件呢 再给我三个就够了 数量到底对不对啊 肯定没问题 等他们走了之后 二牛提着的心裁放了下来 但他心中却没有一丝喜悦 原来他被军统的刘子峰 捏住了命连 不得已才为他们做事的 而他之所以偷通行证 是前几天修铁路的工人 挖出了一箱古堵 而且还都是国宝级别的 所以军统就打起了主意 通行证可以自由出入存放的仓库 军统站长沈耀祖 本想让刘子峰一人去 但潜伏的黑仔也想跟着一起 他总觉得此事没这么简单 可却又不能跟沈耀祖明说 要不然会让他起一心 于是他就想到了柴老二 你说果包姐的东西 要弄个一两件 你这辈子都不用出了 你这么一说吧 我还真有点眼馋 他沈耀祖就不怕 刘子峰一旦得手了之后 重重拿一两件 谁也不知道 要是让我下山啊 我肯定能弄个一两件 就是不给我这个机会 整个伙伴啊 我跟孙女说说 你给那个姓刘的一块下山不就我了 到叔叔弄的东西 再来 接着柴老二就找到沈耀祖 给他讲清楚立地之后 沈耀祖也觉得有道理 毕竟黑仔跟刘子峰本就不对了 肯定可以杜绝中宝私囊的问题 于是在他们下山之前临时通知 虽然刘子峰非常不爽 但最终还是带着黑仔一起去了 而一路上刘子峰都背着个双肩包 而且吃饭休息都不脱下来 这说明里面肯定有问题 他们这次下山绝不是盗取古董这么怎么办 而刘子峰肯定会与潜伏在我军内部的卧底街头 所以黑仔准备去通知乔宴 将自己在山下的情况告诉他 然后配合一起抓到那个内奸 可他想出去却被拦住了 接着黑仔就被拉回了房间 他知道硬床肯定不是办法 反而还会引来刘子峰的怀疑 所以等到第二天去勘察地形时 黑仔看到刘子峰打开了双肩包 于是就立刻凑了上去 然后趁机瞄了一眼包包里 发现有一个触发地雷 这让他瞬间联想到了梁樱桃 因为这是梁樱桃新研发的 看来黑仔的猜测没有错 刘子峰绝对还有其他的事情 于是他就想套刘子峰的话 可没想到刘子峰却守口如瓶 等回去之后他就向沈耀祖发电报 得到行动的命令之后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起来了 刘伯司令 您这是要出去啊 男人每次在偷偷出门时 都会背着一个绿色的双肩包 这瞬间引起了黑仔的怀疑 可现在有两个小特务看着自己 于是他就假装肚子头 然后迅速翻墙去跟踪刘子峰 而刘子峰在街上兜兜转转之后 进入了一家不起眼的服装店 陈少吉意识到 眼前的这家服装店 很有可能就是刘子峰的街头地点 而刘子峰来此的目 就是要将那颗地雷 交给与之街头的人 想到这里 陈少吉隐隐地感觉到 那个潜伏在剿匪总队内部的奸细 也许此时就在这家武装店内 此时的刘子峰走进诗意间 内奸李二牛已经再次等他了 接着他将通行证交给刘子峰后 就要直接起身离开 但刘子峰却将带来的双肩包交给了他 李二牛见状不明所以 原来刘子峰这次悄悄进城 是为了盗取我军发现的国宝 而李二牛给他的通行证 可以自由出入国宝存放的仓库 但刘子峰不止这一个目的 他说双肩包里是触发地雷 让二牛埋在建造铁路的地方 然后在旁边坐上一个标记 虽然刘子峰没说到底是为什么 但二牛也只能赵总 因为他有把柄在刘子峰手中 你就不想知道 这次谁跟我一起来的吗 我没兴趣 陈绍杰 他还好吗 还行吧 总是依附亡命图的样子 我怀疑陈绍杰是你们 剿匪总队派来的污人 他杀了我孟明战友 他是个叛徒 原来刘子峰是想套二牛的话 可黑在前伏的事情 只有乔燕和赵东方知道 所以二牛真实的表现 没有让刘子峰起 接着他掀开帘子就要离开 偶然看到墙上挂着的丝巾后 让他联想到 乔燕前几天坏了的那一条 于是他就让刘子峰先走 叫老板给他拿一条新的来 而刘子峰刚出来 就被黑仔看到了 当发现他的双肩包不见了后 黑仔知道那间 肯定就在服装店里 于是他就立刻走了过来 而这刚好被二牛 从缝隙中看到了 紧接着他迅速躲进十一间 先生 黑仔进来却发现没有人 但从打开的窗户可以看出 那间肯定是刚刚离开 于是他立刻给在 剿匪总队的乔燕打去电话 挂断电话之后 乔燕立刻搜查 最终的结果只有二牛不在 但赵队长有些不相信 于是就让乔燕去宿舍看一下 就当他们想破门而入室 二牛突然从外面走了回来 说他刚刚去了趟茅房 乔燕见状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但怀疑的种子却已种在了心意 而此时的黑仔因为独自出去 正在被刘子峰揪着领子质问 但黑仔却丝毫不胆怯 说自己出去买包烟 顺便给兄弟们弄点事的 说着就要跟刘子峰比划比划 还好有一旁的手下拦着 刘子峰见状也不想跟黑仔废话 于是晚上就开始了行动 他们穿上解放军的衣服 但却唯独没有给黑仔 当黑仔还在疑惑的时候 刘子峰却将他靠在了车门上 不等黑仔问他怎么回事 刘子峰就带人来到了下面 因为有李二牛给的通行证 所以他们很顺利地 就进到了仓库附近 接着黑仔就伸手够炸弹 然后在最后一秒将炸弹丢到外面 爆炸声也吸引了所有解放军 二牛第一个发现了被炸昏的黑仔 而此时的刘子峰见状 就要带着手下进入仓库 殊不知刚好中了乔燕的圈套 最终在拼死抵抗之后 只有刘子峰一人逃出了包围圈 但下一秒他却遇到了李二牛 他本以为二牛会替他打掩护 可迎接他的却是一颗子弹 因为二牛不想再被他控制了 而此时在山上的军统站长 神耀祖也准备行动 他的目标与二牛埋的地雷有关 因为在杀掉刘子峰之前 二牛已经将地雷埋在了铁路施工的地方 男人正在工地劳动改造时 突然看到一块石头上画着神秘符号 于是他就故意将工油引到那里 而他则站在远处的山坡之下 然后眼睛不停地关注那边 下一秒只听喷的一声巨响 刚刚那个位置突然发生了爆炸 他则立刻捂住胳膊假装受伤 然后士兵就要送他去医院治疗 有多少人受伤 三个人都是谁 就在乔燕他们赶往的时候 沈耀祖带人已经劫持了救护车 救出了被捕的周方怀 然后经过一番激烈的枪战过后 乔燕不慎被沈耀祖打了一枪 二牛为了保护乔燕 就没有去追沈耀祖他们 可乔燕醒来之后就不淡定了 因为周方怀认识潜伏在军统的黑仔 只要他们两个见面之后 黑仔必定会当场暴露 而此时周方怀他们已经回到了凤凰里 当得知黑仔在这里之后 周方怀惊得瞪大了双眼 他之所以被我军抓到坐牢 就是因为之前黑仔潜伏在西南总署 于是他就立刻跟沈耀祖说曾经 但沈耀祖却不着急 因为此时的他还是相信黑仔的 毕竟黑仔杀了几名解放军 而且还当面干掉了潘小海 所以他应该不会有问题 沈耀祖却要相信我 好 他性命向你担保 陈少杰绝对是共产党的子 当时在西南总署 他弄得我是鸡飞狗跳的 这次他是顾忌重养 此人不能留 必须立刻除掉 此时的沈耀祖终于犹豫了 刘子峰他们一队人下山抢国宝 最终只有黑仔自己回来了 这怎能让他不深思这件事呢 很有可能是黑仔配合剿匪组 将刘子峰他们给全奸了 于是他立刻命叶文将黑仔带来 此时的黑仔还不知道周芳怀来了 以为沈耀祖因刘子峰的死要心事问罪呢 所以没有多想就去了 当看到周芳怀的那一刻他愣住了 但很快就又恢复了瓶颈 而且还微笑着与他酗酒 然后在言语中不断地暗示 说他既然在共军的监狱里待了这么久 现在肯定已经信供了吧 周芳怀听后当时就炸了 黑仔不愧是潜伏英雄 现在居然还在栽赃自己 于是就开始跟黑仔扯了起来 但沈耀祖想听的并不是这些 而是刘子峰的死 黑仔就将事情经过讲了出来 说刘子峰把他靠在了车上 然后还想用炸弹炸死自己 而他们则是中了桥燕的埋伏 周芳怀听后哈哈大笑 因为他跟黑仔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是黑仔一贯用的伎俩 接着他就要掏枪毙了黑仔 还好叶文及时出手拦住了他 而就在此时梁英桃也来了 这老头谁啊 敢对我们家少杰开启 还疼 你没死 那个周处长 这位是我们班公就过去的特别人 梁英桃 梁海棠是你什么人 他是我姐 梁海棠是你姐姐 你还护着陈兆杰啊 你不知道你姐姐被陈兆杰害死的吗 这我都知道 但是我现在已经原谅他了 周芳怀听后一脸吃香的表情 这都什么情况啊 黑仔这个人也太牛叉了吧 祸害了一个梁海棠不够 现在梁英桃居然也被他蛊惑了 这简直没有天理啊 接着梁英桃就要带黑仔回去休息 但沈耀祖怎么会放过他呢 不管黑仔是不是卧底 刘子峰的死他都脱不了干系 于是就将黑仔关进了牢房 幸灾乐祸的周芳怀还不知道 这次他还要败在黑仔手中 而且绝对比上次要狠 男人每天在十点四十五分时 都会来到一棵刻着字的树旁 然后按照此时树影指向的地方走去 可恕不知他这每天奇怪的局 早已被别人给发现了 而且跟踪的人还拿着一个相机 只见他用铁锹不停地挖 然后时不时地还东张西望 生怕有人发现他再次 最终经过他的不懈努力 很快就挖出了一个神秘的盒子 柴老二见状立刻躲了起来 当看到周芳怀打开箱子之后 他的眼睛和嘴巴同时变大 紧接着他就掏出相机 将这一幕给拍了下来 拿到财宝的周芳怀也不敢怠慢 直接乔装打扮来到城里 将首饰珠宝换成了金条 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殊不知都被柴老二给拍了下来 所以等回到军统站之后 他就将拍的照片给飞在看 他怎么就挖出点破首饰呢 哎呦我亲娘还破首饰 我跟你说能黑之前 你知道什么呀 这对周芳怀来说 那就是小大小闹 他有的是比这之前的东西 难道也是 他随便招壳说一挖就是一小财宝 这凤凰里面上到处都是书 怎么他下辈子都花不完这个钱 那么正好嘛 咱们帮他花呀 你干嘛 别忙 原来这是黑仔设计的圈套 因为自从周芳怀回到军统之后 就一直怀疑黑仔是潜伏的内建 所以黑仔准备给他挖个坑 今天柴老二拍的这些照片就是第一步 这次不仅要洗清自己的嫌疑 还要将周芳怀推入深渊 要不然黑仔迟早都要暴露 而第二天周芳怀却走到战场 因为他之前就是栽在了黑仔手中 所以想让沈耀祖将黑仔除掉 这陈少杰到冯黄岭以后 确实为咱们干了不少事 他呢 这外表又长得英俊潇洒 和梁特百元关系不错 这就是他惯用的伎俩 他就是仗着讨女人喜欢 整天勾三大四 不是好玩意儿 姓周的 说话不尊重点 谁勾三大四了 梁特百元先不要着急嘛 老周 我们能不能想个办法 试试陈少杰 说他真是共党的卧底 把伤干掉他 办法简单 接着周方怀就拿出纸笔 在信上写下了八个小字 大致的意思就是 周方怀是破了黑仔 现在非常危险 周方怀说让人去 剿匪总队交给乔燕 如果乔燕收到后有所行动 那黑仔就是内奸无疑了 沈耀祖一听觉得非常有道理 周方怀以前不愧是 西南总署的处长 而黑仔的目的是栽赃周方怀 这次就看他们两个 谁先取胜了 很快乔燕就收到了那张纸条 当看到里面的内容之后 他瞪大了眼睛 但因为送信的是一个小男孩 所以他一点线索都没有 这个什么时候送来的 就在刚才 赵队长 别再犹豫了 周方怀已经识破了少杰的身份 少杰现在很危险 您还在想什么 我在想 这个消息是谁透露给我们的 这个还重要吗 很重要 很显然 这个人已经知道了少杰的身份 现在可以肯定 少杰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我们必须马上去救他 赵东方听后没有再犹豫 直接打电话集结部队上山剿 可殊不知这却会害了黑仔 而此时的黑仔又找到柴老二 因为周方怀又去山里挖宝藏了 现在只要黑仔先一步拿捏周方怀 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但留给他的时间也不多了 因为周方怀在写信的时候 柴老二也在当场 所以他就将试探的事情告诉给了黑仔 黑仔听后心里顿时大惊 他知道乔艳肯定会带人来救自己 但很快他就想到了办法 接着等到傍晚他找来梁樱桃 假装跟他袒露心扉 梁樱桃当时就沦陷了 因为黑仔一直对他不冷不热 这突然的柔情让他心跳加快 所以不由自主地多喝了几杯 而黑仔在酒里做了手脚 很快梁樱桃就昏迷了过去 黑仔见状立刻穿上衣服 悄悄从窗户翻了出去 男人假装向女同事表达爱意 然后偷偷在酒里做了手脚 等女人昏迷之后 他迅速离开房间 巧妙地避开巡逻的士兵 纵身翻到二楼上级的办公室里 接着他立刻打开电台 调到指定的频率之后开始发报 可殊不知上级已经回到了楼下 原来黑仔是在向总部发报 因为周芳怀最近在试探他 所以黑仔就让乔艳他们将计就计 这样不仅能洗清黑仔的嫌疑 还能借机除掉周芳怀 而因为他还有别的事情 所以此时还在继续发报 殊不知危险也在悄然接近 我需要一张赵队的照片 照片的内容是赵坐在车里 普京和平五金殿 什么意思啊 你和子风真是我的左傍右臂啊 子风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 四月不早了 应该休息 一直在全神贯注发报的黑仔 此时终于察觉到沈耀祖回来了 于是他立刻关闭电台恢复原因 下一秒沈耀祖发现门开了 紧接着叶文就拿枪冲了进来 沈耀祖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电台 而叶文则打开了卧室的门 此时的黑仔正在门后裹着呢 沈耀祖和上电台之后 紧随其后也一起去了 黑仔见状知道大事不妙 因为沈耀祖本就怀疑自己 第一个去搜查的肯定是自己的房间 于是他立刻翻窗户出去 看能不能比他们快一步 而此时的沈耀祖已经来到了他宿舍门口 当得知梁樱桃也在里面后 沈耀祖依然没有犹豫 直接让手下打开了房门 梁樱桃外园 梁樱桃外园 你们怎么进来了 沈朝杰了 上杰 李文 李文 你呀吵死了 吵死了 快让不让人睡觉 上杰你看你 那怎么跑床底下去了 接着黑仔假装醉醺醺醺醺的站起身 嘴里也不停地说着一些胡话 沈耀祖见状也没有多说什么 转身带着叶文离开了 而黑仔则直接躺下睡觉 梁樱桃兴致也就此被打消 等所有人都走了之后 黑仔立刻翻身起来思索 此时的沈少杰毫无睡意 他将自己的计划在脑中梳理着 他先让乔宴将偷袭凤凰岭的路线 写在周方怀那张字条的背面 以此做出周方怀向剿匪总队传递情报的假象 同时 乔宴他们可以依据这条线路 偷袭凤凰岭不出意外的话 沈耀祖一伙将面临灭顶之灾 而陈少杰让乔宴拍摄的那张赵东方的照片 是置周方怀与死地的杀手锏 接着黑仔又梳理了一下细节 确定自己的计划万无一事后 他的内心有了些许的兴奋 等到第二天一大早 乔宴按照黑仔的指示 拍了一张赵东方的照片 然后又故意在大会上 制考周方怀给的纸条 因为他们用密血药水写过了 所以很快一排小字就显现了出来 正是去凤凰岭的路线 之所以要在大会上展示 因为我军内部有军统的握手 接着他们带大部队 就浩浩荡荡地进山了 沿着黑仔给的路线 很快就找到了沈耀祖的藏身之处 可因为曲夫队长用望远镜观看 镜片反射到了叶文脸上 所以他们第一时间就暴露了 但这并不影响大局 红山荡打上来了 而此时在房间躺着的黑仔 突然察觉到门外有人靠近 他本想掏枪进行射杀 但转念一想又从窗户翻了出去 然后迅速干掉周围的小特务 因为乔燕他们来的人员众多 而且现在的军统本就是残余 所以很快就被打得溃不成军 除了沈耀祖以及几个头目 其余的几百名手下不是被杀就是被捕 黑仔本想跟乔燕他们会合 但从小特务口中得知 沈耀祖带人从岸道逃跑了 于是他就又追了上去 而此时逃跑的沈耀祖也遭到了埋伏 男人正躺在宿舍睡觉时 突然听到外面有急促的脚步声 于是他立刻起身将子弹上膛 当察觉对方不止一个人后 他迅速从窗户翻出 紧接着一个回马枪将几人全部干翻 而此时我军爷已经攻占了军统战 黑仔本想去跟大部队会合 但却发现军统战长带人从岸道跑 于是他就继续去追 而此时逃跑的沈耀祖他们 已经遭到了乔燕的伏击 叶文见状就让沈耀祖先走 因为这样他才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很快就抓住了乔燕 而就在他们押送乔燕去集合地势 二牛堵住了准备逃跑的沈耀祖 叶文得知后立刻返回营救 可下一秒黑仔却出现了 接着黑仔他们跳入河中不知去向 而此时正在控制沈耀祖的二牛 突然遭到了叶文的伏击 最终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可不管他怎么威胁沈耀祖 沈耀祖就是一脸的云淡风轻 因为他手里有二牛的把柄 以及可以虚他命的沈耀 最终二牛无奈放下了手枪 他本以为刘子峰死后 就没人能再威胁他了 没想到沈耀祖居然也知道自己做的错事 而叶文上去就是一脚 本想直接一枪打死二牛 但却被沈耀祖给拦住了 因为二牛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内心 接着沈耀祖拿出续命的沈耀 二牛看到后眼睛瞬间变得贪婪 二牛听后也不想跟他废话 直接掏出一张纸条给他看 正是周方怀之前写的纸条 在背面用密写药水写了上山路线 此时的他终于明白了一切 可殊不知这是黑仔设计的阴谋 目的就是嫁祸给周方怀 而此时的黑仔和乔燕已经上岸 乔燕将赵队长的照片交给黑仔 因为是黑仔让他提前准备的 这张照片才是将周方怀推入深渊的关键 此时的乔燕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但黑仔却非常着急 因为他要第一时间回到沈耀祖身边 而且就在此时有人来了 所以乔燕在嘴边的话没说出口 黑仔就急忙离开了 陈小姐 胆子不小啊 你现在竟敢自己找上门了 你这不是废话吗 我要真实握你我能自己找过来吗 别人不了解你 我还不了解你 你这次回来想继续前奉 下辈子 住手 老师 这玩意还帮他 沈耀祖 给共党通风报信的人不是我 那是谁 周方怀 放屁 你先来老子 你自己做了什么 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 把周方怀的枪给我下了 周方怀听后直接傻了 因为此时沈耀祖谁都不行 接着他就拿出李二牛给的纸条 正是他自己写的 当看到背面的密写内容之后 他整个人说话都开始结巴 但很快他就想到了黑仔 说肯定是他设计要陷害我 梁樱桃见状也出面帮黑仔说话 黑仔知道时机差不多了 于是就掏出了一叠照片 说自己让柴老二跟踪他拍的 这可以证明周方怀就是内奸 虽然前面的几张说明不了问题 但有赵东方的那一张引起了注意 接着柴老二也接过去查看 四两 是我拍的 这个人你们都认识吧 周方怀假借到黑市去换取皇帝的机会 其实是暗中跟剿匪总队的赵东方在接头 老陈 你别信他 不是这样 照片里面那不是赵东方啊 这怎么可能呢 你陷害老子 周方怀行了 别再演戏了 就跟你招了吧 老子跟你骗我 清脆的一声枪响过后 周方怀被击中当场死亡 这也意味着黑仔的嫌疑被洗清 接着沈耀祖独自找梁樱桃谈话 他们要实施最后的任务 那就是炸掉我军刚修建的铁路 他让梁樱桃独自行动 而且此事绝对要保密 所以梁樱桃没有告诉给黑仔 而此时在剿匪总队的乔燕和二牛居然结婚了 因为表面上黑仔已经叛变 所以曲副队长就撮合他们两个 乔燕为了不让别人起 只好跟二牛结为夫妻 男人只是吃了一口生煎包 就瞬间想到了一个试探的记者 看似一句无心的话语 实则暗藏了试探之意 陈少姐知道 四系汤包铺生意新闻 每天都要排队 而叶文却说自己去得早 根本没有排队 那恰恰说明 叶文的活动区域 很有可能就在四系汤包铺附近 而刚才叶文又告诉柴老二 炸药已经藏在了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得令陈少姐意识到这批炸药暂时还没有传递出去 而藏匿炸药的地点 应该就在四系汤包铺这个区域之内 想到这里黑仔瞬间通透 于是等叶文说去勘察埋放炸药的地方时 他就假装太热不想去 因为叶文本就不相信黑仔 所以听后也没有说什么 直接带着柴老二去了 等他们走后黑仔就来到包子店 然后在二楼仔细地观察 而此时在对面的一个街角 李二牛却鬼鬼祟祟地出现了 就当黑仔等得不耐烦时 路上突然来了一辆垃圾车 清洁工从垃圾桶里掏出了一个双肩包 虽然他看到了这一幕 但起初却并没有在意 而是回到餐桌上继续等待 何等垃圾车开走的那一刻 他瞬间想到了下山之前的事情 沈耀祖让柴老二挖出一个双肩包 里面全是烈性的高爆炸弹 回过神的黑仔立刻起身 但此时垃圾车已经走远了 还好在另一条街又停了下来 可他在里面翻找一番之后 却发现那个双肩包不见了 因为在他赶来的前一秒 李二牛已经拿走了炸弹 本来还自信满满的黑仔 在此时终于有些慌了 原来炸弹是为了炸武军钢建造的铁路 因为军统战长做得非常周密 他到现在都不知道爆破地点在哪 本想将炸弹偷走就没事了 不料还是被人给取走了 于是他就找到乔燕商量对策 我怀疑取走炸弹的人 就是潜入在咱们内部的一个间隙 使用组的计划 就是利用这个人 为程与体重的施运行实施购买 现在施运行在即 而那个人又拿到了炸药 看来这事态正在朝着 原来他们还不知道内奸是利二牛 虽然乔燕已经跟二牛结婚 但却没有丝毫的察觉 而黑仔知道不能在这待太久 要不然会引起叶文的怀疑 于是他就返回到藏身之处 此时叶文他们已经回来了 柴老二给他讲了一下大致的情况 说现在整个铁路沿线都有解放军把守 根本没有机会埋放炸药 但叶文却一点都不慌 因为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广想 目的就是为了混淆视听 站长沈耀祖已经设计好了一切 他故意安排三组人执行此次任务 而且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在哪 以及负责的步骤是什么 就是为了保证计划的成功实施 第一个下山的梁樱桃 此时混入了一个富豪家中 因为这个富豪一直捐赠物资给我军 所以与上级领导非常熟悉 在后面这个富豪会起到作用 而黑仔他们就是第二批 接着在他们围一起看地图时 第三批下山的沈耀祖来到了附近 拿到小泥人的叶文 本想回到住处去看一看 因为他对黑仔不放心 但走到门口他却犹豫了 然后直接回头去了吉祥餐厅 殊不知黑仔就在墙后面 只要他再往前一步就发现了 接着黑仔就去跟踪 而此时在家里的乔宴 终于找到了二牛市内奸的证据 男人每次在出门之前 都会偷偷吃一颗神秘的小药网 而这刚好被新婚的妻子发现了 于是趁着丈夫离开之后 他就打开抽屉进行翻找 很快就发现了那个装药的小纸包 当他要放在鼻子上闻闻时 丈夫却又突然折返了回来 看到之后表现得非常紧张 然后立刻抢过来说是降薯的药 但怀疑的种子已经种在了女人心里 所以晚上他就偷偷地监视 发现此时的丈夫特别反常 一回来就立刻拿出小药丸吃 而且看起来还非常的痛苦 喝过水的李二牛好了许多 但他这一系列的反常举动 不由地让乔燕陷入深思 二牛刚刚的表现明显不是中暑 那他为什么要隐瞒呢 还有抽屉里的小药丸 难道真如他所说是解属药吗 所以等清晨二牛上山跑步后 他就又打开了抽屉 但那个装药的小纸包已经不见了 他知道肯定是二牛藏了起来 就当他正一筹莫展时 眼睛偶然撇到了沙发下面 原来是昨晚二牛吃药之后 不慎碰掉在了地上 接着乔燕拿起来闻了闻 发现上面有特别刺鼻的味道 于是他就拿到化验科化验 得出的结果直接令他如五雷轰顶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药丸的外包装 这上面有鸦片的成分 鸦片 哪来的 黄珊的 黄珊怎么会有这个呢 黄珊对鸦片的依赖性很大 可以看得出来 他已经吃了很长时间了 从正常的渠道是弄不到鸦片的 那黄珊的鸦片是从哪来的呢 只有一种可能 有人给他提供鸦片 是要做 虽然他们都不愿意相信 但事实就是如此 现在的二牛已经被军统控制 所以他们一直追查的内奸 就是身边最信任的人 但因为黑仔此时还在潜伏 于是他就让乔燕和小海他们回去控制二牛 可黑仔他们刚走出茶楼 就被梁樱桃给看到了 当他正想上去跟黑仔打招呼时 突然看到了后面跟着的潘小海以及乔燕 这让他瞬间联想到了之前 黑仔明明已经杀了潘小海 可他现在怎么还活着呢 梁樱桃明白了一切 他意识到 自己终究没有逃脱姐姐梁海棠的宿命 他和梁海棠一样 不约而同地爱上了陈少杰 而陈少杰也无一例外地 因为肩上的使命欺骗了他 梁海棠在面对信仰和爱情的选择时 固执地选择了坚守信仰 那自己到底该如何选择 即使发现黑仔是潜伏在军统的卧底 但梁樱桃却不想不解决的后转 因为在他心中爱情大于一切 接着他就堵住乔燕和潘小海 然后将他们带到一个无人知道的地方 因为如果军统站长得知潘小海没死 那黑仔就会立刻暴露 虽然他也是军统人员 但他却不想让黑仔受到伤害 而黑仔因为着急回到军统站 所以并没有察觉他们被绑架 他回去之后就跟踪军统的叶文 因为叶文今天很反常 居然在路边买了一个小名人 然后又随手插在了一个木桩上 黑仔看到之后立刻有了主意 小朋友 你们这个面人哪来的呀 一个老爷爷 老爷爷人呢 到哪去了 这个小面人你们还记得吗 那你们告诉叔叔 那个面人的爷爷 跟那个人说什么了没有 哦 他说那个吉祥餐馆来 小朋友 你再给叔叔说一遍 他说什么了 吉祥餐馆 黑仔听后像是抓到了什么 接着他就来到吉祥餐馆 下一秒餐馆的电话就响了 黑仔见状立刻制止店员接听 而电话正是内奸二牛打来的 因为叶文有任务要交给他 这个电话本来是叶文接听的 但没想到黑仔却抢先了一步 喂 是大黄吧 放弃吧 不要再受史上自败布 你是个最好的兄弟 我不能看着你自寻死路啊 大黄 接着他们就扭打在一起 因为黑仔技高一筹 很快就捡起手枪打了叶文一下 但因为街上的行人众多 最终还是让叶文跑掉了 而此时已经被黑仔拆穿的二牛 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不再为军统卖命 他打算将炸铁路的炸弹上交去自首 可就在此时沈药族找到了他 因为他发现了梁樱桃绑架了乔燕 以此来威胁二牛去炸铁路 女人在打扫房间时 偶然发现了一包神秘的药丸 当他正准备放在鼻子下文一文时 丈夫突然回来抢走了药丸 说这只是他买的酱属药 但女人怎么会相信呢 于是等丈夫再次出门之后 他就打开抽屉翻找 但却发现神秘药丸消失了 他知道肯定是丈夫换了地方 这让他更加坚信其中有补怪 紧接着他不经意间地回头 刚好看到沙发下面有一个东西 拿起来一看正式要完的包装纸 于是他就拿到化验科鉴定 出来的结果令他直接傻在当场 里面的成分居然是鸦片 此时的他终于明白 肯定是军统用这个控制二牛 让他来窃取我军的情报 于是他就带手下去逮捕丈夫 没想到在半路却被军统抓到了 而此时在家里的李二牛 正准备去完成军统交给他的任务时 可突然他接到了黑仔的电话 因为黑仔已经发现他是内奸了 所以最终二牛决定自首 因为他之所以帮军统做事 都是当初做的蠢事造成的 可当他想提着炸弹去自首时 军统战长沈耀祖找上了门 得知妻子乔燕被他们抓了之后 他最后还是妥协了 原来军统是想炸掉我军新建的田路 接着二牛来到成余大桥之下 小哥 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派人检查过了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没有异常 难道他们的目标不是西南隧道 连运行头都会是蠢 司令的意思是西南隧道 也就是这个地方实施泡泡 想到这里黑仔瞬间大惊 军统要炸的可能是成余大桥上的田路 于是他就立刻带人赶往 刚好撞见了埋放炸弹的二牛 二牛虽然已经被军统利用 但他却没有失去理智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可现在为了乔宴他不得不做 而黑仔也看出了这一点 二牛他们俩曾是生死与共的战友 于是他就收起枪慢慢走了过去 尽管二牛怎么嘶吼 黑仔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他知道二牛不会向自己开枪的 然后趁机夺走他的手枪 被打倒的二牛彻底崩溃 因为如果他不将铁路炸掉 那沈耀祖就会杀了乔宴 接着黑仔就单独宣讯二牛 此时的二牛已经没脸活下去了 虽然他一直都是被逼无奈才为军统卖命 但做过的事情却都是真的 所以他现在无法原谅自己 还好在黑仔的一番开挡之后 他终于振作了起来 就算最后要接受审判 但也要救出被抓的乔宴 所以黑仔他们打算设一个圈套 将军统战长沈耀祖引出来 而此时被抓的乔宴和潘小海 却已经挣脱了束缚 经过一番激烈的拼杀之后 小海用生命为乔宴争取了逃跑的时间 可即使是这样 黑仔他们的计划还是要进行 你一定要对乔宴已经脱身这件事情 种作恶不知情 就让我事先商量好地说 我是黄山 把乔宴还给我 咱们说好了 你炸了成渝大桥 我把乔宴还给你 现在 我去了成渝大桥 但是被他们发现了 乔宴的命在你手上 你都救不了他 你还让我说什么 如果你肯放了乔宴 我就把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你 你现在都自身难保了 还有什么重要情报 我当时在成渝大桥 几乎没有脱身的可能 不过幸好我藏上了一辆车 在这辆车里 有一份重要的文件 什么文件 两天以后会有一位重要首长 参加成渝铁路的军工仪式 而这份文件 就是他的行程安排 男人趁着看守的特务喝酒之时 敲摸尖地解开捆着的麻省 紧接着一个旋风五连鞭筒 瞬间将两个看守的小特务干掉 但动静还是被外面的人听到 经过一番激烈的枪战过后 男人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于是他就主动去吸引火力 用生命为乔燕争取逃跑的时间 而此时不知道乔燕 已经脱险的黑仔和二牛 已经计划好了营救计划 还好乔燕第一时间回到了总部 于是黑仔他们就改变了策略 打算给军统战长挖个坑 接着二牛就给沈耀祖打电话 假装还不知道乔燕已经逃脱 把乔燕还给我 咱们说好了 你炸了成渝大桥 我把乔燕还给你 可现在 我去了成渝大桥 但是被他们发现了 如果你敢放了乔燕 我就把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你 两天以后会有一位重要首长 参加成渝铁路的鞠躬仪式 而这份文件 就是他的行程安排 我怎么相信你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是你一定要把乔燕还给我 听到二牛愤怒的语气之后 沈耀祖终于上钩了 因为他之所以绑架乔燕 就是为了让二牛替他们做事 现在既然二牛不知道乔燕逃跑了 而且还有个重要情报 当然要好好利用一下了 于是就约在明天进行交换 但却被二牛一口给否决了 说下午六点半在人民广场 接着黑仔他们就开始扑空 表面上看似热闹的广场 实则埋伏了众多我军战士 只要沈耀祖赶来 必定会被抓 很快就到了约定时间 一个提箱子的男人 来到了广场上 然后静止向二牛走了过去 黑仔健壮立刻上前抓捕 只听喷的一声巨响 整个广场瞬间骚乱 而黑仔则立刻质问二牛 问是不是他泄露了消息 可就在此时藏在角落的夜闻 直接举枪瞄准了黑仔 而这也刚好被乔燕看到了 于是他立刻挡在黑仔身前 子弹也瞬间穿透他的胸袋 黑仔让二牛照顾乔燕 他则去追暗杀的叶文 但叶文这个女人如鬼魅一般 被黑仔打中一枪之后就消失了 等黑仔再回到医院之后 乔燕已经闭上了眼睛 最终还是没能再见上他一面 虽然乔燕被迫与二牛结婚 但他爱着的还是黑仔 而黑仔又何尝不是呢 经过此事过后 二牛就一蹶不振 因为他觉得乔燕的死 都是黑仔造成的 所以再也不肯透露军统的事情 我一直当你是兄弟 你之前已经错过一次了 难道你还要继续错下去吗 这样你就没有回头的路了 知道吗 你假扮了是不是 你以为我不肯动你是不是 是不是你传统那个探头 把消息透露给了沈阳祖 就算我现在回头 乔燕能活过来吗 就算乔燕能活过来 他的心里边还不是一样只有你 少姐 我找找你 黑仔听后一句话也没有说 直接去见了赵东方 因为乔燕在临死之前说 财匪总队肯定还有另外一个内鬼 赵东方觉得如果现在清查内部 会中敌人的挑拨离间之计 所以就准备先放一放 现在首当其冲的是另一件事 有位首长要来参加铁路竣工仪式 所以他们要保证其安全 我觉得沈阳祖他们 一定会对这位首长感兴趣 是啊 我看了一下这位首长的日程安排 其中有一项安排 我非常担心 什么安排 这位首长要接见为成瑜铁路 做出贡献的爱国人士 首当其冲的 就是西南商会的理事 董文昌 就是那位 他为成瑜铁路的修建 出了不少力 首长考虑到董文昌的身体 把会见的地点 安排在他家附近的饭店 是 太安全了 现在说这个已经没有用了 少姐 你 马上到那边提前做好准备 必要的时候封锁 管制都可以 他们所说的董文昌 就是梁樱桃之前接近的那一个 原来军同早就料到了这一点 接着梁樱桃就找到董文昌 要求他按照自己的指示作 虽然董文昌非常抗拒 但梁樱桃手中有他的把柄 他不答应也得答应 而此时潜伏最深的那个内奸 找到了被关进牢房的李二牛 但你绝对想不到他会是谁 男人假装哮喘发作倒在地上 等守卫进来要查看情况时 他迅速翻身起来将其打晕 然后逃出监狱来到一家饭店 趁着两名厨师分神的时候 他就掏出一包神秘的药物 倒进一个刚打开的酒缸里 而此时在隔壁的包间里 来了一位从延安过来的我军首长 可就当他要落座的时候 请客之人却急忙叫住了他 您不能坐这个位 我为什么不能坐这 您是贵客也是西客 难得到我们这里来 所以应该坐在西边 我董母人也是坐东里主人 应该坐在东边 这也是对首长您的尊重吧 此时所有人都没察觉到异常 殊不知在对面的楼上 一名狙击手已经锁定了首长 因为董文昌的刻意安排 狙击手刚好可以瞄准首长的正面 而此时在包间的门口 服务员已经端来了一壶酒 正是从刚刚那一坛 被下药的酒里倒出来的 提前出来的曲副队长 本想拿进去 没想到却被冯珊珊抢了先 可冯珊珊刚打开房门 酒壶就不慎被他撞掉在了地上 冯珊珊 你干谁呢 对不起 对不起 首长 她真的不是无意的 请您原谅啊 瞧你说的 好像我要怎么她时代 我小的时候还不如她呢 这就好像有毒 有毒 首长小心 只听子弹搜的一声 还好黑仔及时拉走了首长 紧接着他纵身翻出窗户 去追狙击手 殊不知确中了 吊虎离山之计 就在他缉拿女狙击手时 女人却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此时的黑仔终于反应了过来 于是他就急忙往回赶 而此时正准备离开的首长 突然被取陪中给挟持了 因为他才是本剧潜伏最深的一个 所有人都表现得非常震惊 老居这个人忠厚平易近人 怎么会是潜伏的内奸呢 而此时黑仔也赶了回来 就是一直潜伏在我内部的敌特 现在才发现晚了吧 黄尚离只是被你控制的对不对 是啊 你很关心他 可他现在对你是恨君入骨 好了 什么都别说了 今天 我走不了 但是我要用我的命 来换他的命 也值得 别动 少过来这套 老子也是在兵打仗的人 你以为你拿把破枪就能要学我 来 再也要 让他 而就在取陪中要被带走时 在酒里下药的李二牛并没有走 而是迅速丢出一颗烟雾弹 然后趁机将取陪中给救走 李二牛之所以要救他 是因为昨天他在牢房的时候 取陪中突然过来找他 因为此时的二牛非常恨黑仔 所以他就想将二牛拉入军统的队伍 虽然二牛起初并不感兴趣 但得知他们的目标都是黑仔之后 他就答应与取陪中合作 此时回到军统站的他们很是沮丧 不仅没有除掉黑仔和延安来的首长 狙击手叶文也搭了进去 谁说他们能逃过这一劫 最终把那个共党首长 要离开西昌的路线图告诉我的时候 我已经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 布满了炸药 只要他们到那 不管是谁 所有人都会被炸得灰飞烟灭 去陪中听后激动的无语言表 没想到沈耀祖还留了一手 可此时站在角落的梁海棠 却表现得非常紧张 下一秒他就出现在了我军的团部里 因为他知道黑仔肯定会负责护理 他不想让黑仔被炸死 所以就过来将这件事告诉给黑仔 通过黑仔对梁海棠的了解 他应该不会骗自己的 以及梁樱桃着急的样子和眼中的泪花 黑仔确信他说的就是真的 可梁樱桃不知道炸弹埋放的地理 于是黑仔跟赵东方兵分两路 他带着梁樱桃去找炸弹 赵东方则去阻止首长回延安 可他赶到地点的时候 发现首长临时有事已经走了 这让他的心里瞬间咯噔了一下 而此时跟军统在一起的二牛也行动了 原来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他跟黑仔设计好的 之前他因为乔艳的死 表面上假装对黑仔恨之入骨 目的就是演给去陪中看的 所以现在的他已经取得了军统的信任 去陪中带他到炸弹埋放的地方检查了 二牛知道只要阻止这场爆炸 那所有的隐患就都消除了 男人假装心脏病发作倒在牢房里 趁着狱警进来查看的时候 他迅速翻身一拳将狱警打晕 等逃离监狱之后 他在沿途的墙上画下标记 然后跟着特务回到军统总部 因为他已经取得了信任 所以军统站长就交给了他一个任务 去一处房子外安放炸药 原来他们要炸死我军的首长 而二牛潜伏的任务就是阻止 接着等沈耀祖去地下室后 他就掏出随身携带的打火机 去陪中见状多少有些慌了 别别别 以为出动 今天你只要放了我 我愿意跟你们合作 一起帮助少姐 干掉沈耀祖 接着二牛就点燃了隐线 然后静止向驱培中丢了过去 爆炸的冲击波瞬间将它震飞 而此时的黑仔按照二牛留下的记号 已经找到了这附近 也听到了爆炸产生的巨大轰鸣 接着他们就开车赶了过来 此时的驱培中已经被炸死了 而二牛也只剩下了一口气 黑仔想将它送往医院 但却被二牛给阻止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 而且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埋在房子下的几吨炸药 如果让沈耀祖的阴谋得逞 他们都将会成为罪人 所以他现在只求黑仔能原谅自己 之前二牛做过太多错事 他这次潜伏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只希望能再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接着他就闭上了眼睛 当黑仔还没缓过来时 屋内的沈耀祖发现了他们 还好黑仔反应快躲过了一截 虽然梁樱桃的胳膊被打中了一枪 但却丝毫不影响战斗力 很快经过他们的配合之后 尽数的小特务被干掉 最终只剩下了沈耀祖和柴老二 听到黑仔喊他们投降的话后 柴老二心动了 因为他曾经与黑仔共事过 感觉黑仔不会杀了自己 于是他的小脑袋刮转了之后 看到沈耀祖想要逃跑 黑仔立刻就要去追 但此时的梁樱桃却不动 原来他的胸口被沈耀祖打中了一枪 黑仔见状立刻扶住他 虽然梁樱桃不是什么好人 但他对黑仔的感情是真的 要不然他们无法知道沈耀祖的阴谋 而这也是让我一难平的一幕 上期小编讲的第一步 梁海棠因为痴情黑仔而死 没想到第二部妹妹梁樱桃 最终的结果居然跟姐姐一样 接着黑仔将他靠在柱子上 然后来到地下室去追沈耀祖 可下一秒他却傻眼了 整个地下室密密麻麻的全是炸药 而且都已经连接上了隐线 绝对不止二牛说的几顿 就在他为此震惊的时候 突然从暗中窜出了一个人影 正是埋伏偷袭的沈耀祖 平时看他不显山不漏水的 但打起来是真的厉害 一直处于不败之地的黑仔 居然也被他给打怕了 可见沈耀祖的实力有多么高深 黑仔见状也使出了权力 沈耀祖知道这么打下去没有意义 于是他就迅速来到深处 拿起了炸弹的引爆器 你觉得你阻止得了吗 过不了多久 首长的车就从这里经过 只要轻轻地摁下这个鸟 一切就都结束了 石小祖 你知不知道 炸了大坝 会让整个城的人都遭殃的 最起码的底线都没有吗 我我是一名军人 我的底线就是服从命令 这是我的寄仰 军人就不是人吗 应该很清楚 炸了大坝 会让多少人失去生命 现在跟我说这些 还有什么用 此时赵东方带大部队赶了过来 但却为时已晚 沈耀祖已经启动了定制装置 炸弹将会在三分钟之后爆炸 而且设计引爆器的武器专家梁樱桃 现在也已经死了 于是黑仔只能亲自上阵 摆在他面前的是红白两根线 所以有50%的胜利 想到这里黑仔不再犹豫 因为时间仅剩下了十秒 随着红线被他挑断 计时气也随之停了下来 沈耀祖见状脸色瞬间大变 而黑仔他们则如释重负 延安的首长成功通过了大把 城里的老百姓也逃过了一劫 好眼啊 沈耀祖 我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 踏捕你